别人穿书穿成豪门女主 这个女人穿成豪门配母 顾雪怡本是大晋朝的盛家主母 是一位沙发果敢有勇有魔的女人 在面对贼人挟持时 依旧能回首一记铁山靠 轻松料到 正当她准备轻松 亮出自己足晶999的发柴 亮瞎贼人狗眼之际 突然感受到怀中私密 偷藏多年的画本召唤 一不小心就穿书成了 星园集团大小年 不巧的是这个女人 是一个豪门女配 在面对医生时 还要强忍自己的脾气 和摸不着头脑的医生 想自己穿越的事情 搞得她自己恼火不说 医生也怀疑她是精神病 但这些都急不垮她 甚至还对异讯的忽庸者 情有无忠 变化里得知 自家小叔子又犯了祸害 真是个不省心的火 看病都不让人安分 又要解决小叔子的烂摊子 可谁谁不恼火 如此荒唐的事 也只有这种豪门才能 快看看你身边的豪门姐姐 是不是也从古代穿越来的 说时时那时快 顾雪怡穿着她的性感高跟 从八十八楼一月下 伴随着医生惊讶之余 顾雪怡已经跳下楼台 走在大街上 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 和陌生的肉体 她在陌生的记忆中 仔细摸索着 这位主人的前半生的档案 这具肉身的主人 是星园集团大小姐 与她同名同姓 从小性格骄纵蛮横 在她的精心设计下 她成功与厌世总裁来了一场 踏上大尺度亲密思照 被记者广为流传 但可悲的是 她虽然成功嫁入豪门艳家 却没有实际掌控艳家的实力 只能被轻视欺辱 在这种需要男人的时候 艳世总裁突然消失 在结婚后不久以失踪 作为二人的新婚礼 可见姐妹们不要恋爱呢 这也使艳家出现了 外忧内患的局面 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 不幸降临的 并替代这位蛮横小姐 成为了这个漩涡的中心 思潮回涌 突然手机里发来了一条信息 艳太太 您到哪儿了 四少爷这事儿 我们实在不好处理 顾雪怡放下手机 回想自己圣家十余年 子弟能文能武 文可征伐朝堂 无可纵横沙场 没想到这个艳家子弟 竟如此飞 看发型还是个混式rapper 没有办法 既然回不去 那就先好好活下去吧 这个家也是时候整顿整顿了 顺便把这群没用的东西 交上正道 刹车一声巨响 雪怡闪亮登场 到达警局后 顾雪怡用她深邃的眼眸 盯住司机先生 伸手敏捷地将司机的皮带抽下 看来是要和这位小叔子 玩一场紧张刺激 室外警局cosplay 警局内艳家四少 燕文博正翘着腿 吊耳郎当地等待着宝室 顾雪怡的到来令她震惊不已 没想到她这位原本蛮横扑洒的婶人 现在正站在她的面前 成为了她的宝室人 燕文博认为 眼前这个女人并不配成为她的大嫂 怀疑她只是在作戏 当她与大嫂争吵之际 大嫂手挥皮带 即将要与小叔子 进行一场密切深刻并礼貌的交融 大进主母穿梳来 前世能文能武 这是受人欺辱 丈夫挽起失踪 叔子玩事不公 堂堂主母 势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就在刚刚顾雪怡到达警局 满脸不怀好 拿起皮带就向小叔子走去 嫂子 你要对我干什么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金发哥闪亮登场 原来就是这二人打架 才害的主母屈尊跑一趟公安局 原来这位金发哥 就是江家三少江静 谈话间 江静就开始挑衅燕家四少 此时 大嫂 开启了护独子模式 上来就自爆家门过去 我是她大嫂 谁家大嫂都不好使 你知道我是谁吗 谈话间 金发小哥满眼的不屑 但没想到 他碰上的是一个硬骨头 上来就曝光这位小少爷的 各种违法的案件 此时 大嫂灵机一动 决定要把这位金发小哥 接回家去 与小叔子一起三人 玩一场开心的家内 cosplay 谈话间 大嫂就将要把这两位逆子带走 大嫂心想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走 走就走 谁怕谁 三人落座 顾雪怡挨着这位金发小哥 此时大嫂暗暗想 盛家子弟在这个年纪 早就上战场了 不过这小孩子脾气都好调教 小叔子在前面发着牢骚 突然 顾文博通过后视镜看到 金发小哥正在看自己大嫂光姐的大白腿 怒火中烧之下 电文博怒吼一声停车 要求跟顾雪怡更换座位 这就是你跟大嫂说话的态度 顾雪怡很是不满 大嫂 请你做钱 电文博软下声来说道 搞什么 我看你大嫂腿正看着心情 你换过来干嘛 江三少心想 你管我 电文博也是一脸不好惹的样子 二人争吵之后觉得累了 就开始互相面对车窗 一帆未平 一江又起 电府外 他们刚下车 女博便慌张地跑过来 夫人 你这是去哪了 蒋小姐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话音刚落 蹲点多时的蒋小姐连人带球就找了上来 对于自己肚子里所谓的孩子 讨一个说法 蒋 孟 一个三线小明星 自称是燕朝的情人 怀了她的孩子 在过去的时间里 没少找顾雪怡的麻烦 也让顾雪怡一时陷入困境 可她没想到 此时的顾雪怡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白莲花了 而是一位高配主母 这样的跳梁小丑 还不配和当家主母讲话 自己连人带球 就被顾雪怡扔在门外 两位小帅哥也是跟着讽刺一番 便随大嫂离去 没有想到 顾雪怡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并且给了她这样一个闭门羹 进房之后 大嫂迫不及待地邀请二人上楼 此时 江三少还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信心 充满美好幻想 二人会对她道歉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她上屋门的那一刻 性感的皮带就朝她而来 江少爷 居然江家不曾管教你 那今日我就受累 交易教你何为礼貌 何为规矩 说吧 顾雪怡便拿着她的奢华 香精 蛇皮带抽向江家三少 这酸爽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能否感觉得到 江家三少被抽猛了 没有想到 她竟然敢打自己 还是以这么羞耻的方式 顾雪怡 你竟敢打我 这个女人趁丈夫不在家 竟明目张胆地将两位帅哥 带进自己的豪华别墅当中 她究竟想做什么 原来就在刚刚 顾雪怡将两个惹过到警局的小梳子 和江家三少一同 带回了自家的别墅当中 进入别墅之后 锁上门禁开始对江家三少 进行特殊的关怀 这一下下的皮边都是顾雪怡 对江家三少的疼爱 江家三少 质量且帅气的脸膛上 仿佛在写着雪怡求您疼我 别打了 别打了 好疼的疼 看来雪怡是过度疼爱了 门外的小梳子下的腿直发抖 这就是她带江静回来的原因吧 在警局面前不方便下手抽人 燕文博心想 屋内 拨出去了 老子今天就打女人了 疼疼疼 别打了 我得进医院了 燕太太 江三少显然是承受 不禁着顾雪怡的宠爱 明显败下阵来 三下两除二的功夫 江三少就趴在地上喊大嫂 还嚷嚷着要找妈妈 我道歉行吗 大嫂 顾雪怡在听完这个道歉之后 才不舍地松开手 看来对江三少真是极致宠爱 有男朋友的姐妹们 也可以试试这招 皮边一想 黄金万两 带男朋友享受奢华富贵 江三少这边刚跪下 就开始反口 我道什么歉 看来不把你打扶 你是不可能道歉了 顾雪怡接着又给了他一边 并且非常慈悲地给了他一个提示 想想你今天说过什么话 江三少 这才三百六十度 锯了一个直角弓 可以看出来 这小子舞蹈功底不错 站在一旁的燕四少 也被这一出整个不知所措 傻傻地站在这里 小子 解决完江三少 雪怡这就过来好好腾腾 自己的面子找回来了 小叔子面子也不能落下 还有他 你得向燕文国道歉 燕文国被这一出整的更加不知所措 愣在原地 江三少此时还在对顾雪怡逼逼赖赖 他也打我了 我还得给他道歉 道不道歉 我没有耐心 顾雪怡便又抽出他的奢华皮带 准备第二次发起攻塔行为 燕四 对不起 我不该和你打架 下次宴会上 我不提燕家了 燕四也是一个傲娇的小男孩一枚啊 嘴里说着不在啊 其实心里比谁都不想让他讲这些事情 事情办妥了 我可以走了吧 我再不走 可能又要挨上几鞭子了 江三少心想 走吧 在顾雪怡的同意下 江三少一瘸一拐地夹着尾巴就跑了 雪怡心想 下回还来costlay啊 此时只剩下四少孤零零的站在雨里 心还心想 他这是在为我出头吗 怎么感觉有点 说不上的奇怪 啪 燕四少这边话音刚落 熟悉的鞭子紧接着随之来 重重地抽在了燕四少的四十八块腹肌上 靠 顾雪怡 你干什么 我打他是因为他欺负了 嘴上不尊重燕家 我打你是因为你是因为圣家 一瞬间 顾雪怡突然语色 竟有些想念自己的圣家子弟 是因为你身为燕家的儿郎 去选择打架 这样低劣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丝毫不顾燕家的脸面 顾雪怡在语色三秒之后 紧接着又拿出当家主母的风范 性感大嫂在县教学 最丢人的是选了也就罢了 还打输了 说好听点是明知山游虎 偏向虎山行说直白点就是 不知道自己几经几两 几句话让燕文博无话可说 说霸间 顾雪怡扔下鞭子无视燕文博 静止朝一个方向走去 你不打我了 嗯 不打了 打外人需要重边才能起到震慑之效 自己家的人不一样 看来这个顾雪怡 还是一个护犊子的 女人 看燕文博摆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可能还没有完得进行 只能下次再与扫扫完这种紧张 又刺激的游戏 眼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医治一下 刚刚激情过后的伤害 此时 这位蒋梦女士 吓得捂住了自己三六亿的胸口 那个燕太太 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改天再来 说吧 头也不回的 就赶紧冲出燕府 心想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怎么和平时那个懦弱的样子不一样 我得赶紧告诉她 而后 蒋梦赶紧回到车上 打电话给那个她 而后 蒋梦赶紧回到车上 打电话给那个她 那个事情不太顺利 蒋梦颤抖着说 电话那边来的人叫曹家燕 我告诉过你 蒋明昌是燕朝的好朋友 燕朝失踪 他肯定要来 简锐也肯定会和他一起来 蒋梦听到简锐这个名字 焦急万分 留下了瓢盆大汗 怎么办 简家在娱乐圈呼风唤雨 要是让你老婆简锐知道 怀了你的孩子 他肯定会封杀我 不是杀了我 原来他肚子里的球 并不是燕朝的 而是曹家燕 所以各位姐妹 赶紧看看自家怀孕的老公 怀的是不是你们的孩子 电话那头传来震慑的声音 反正你要是保不住这个孩子 一分钱也别想得到 但是蒋梦此时担心的 是把这个孩子栽赃嫁祸给燕朝 真的没有问题吗 如果如果燕朝活着回来了 那我的下场 只会比得罪简锐还要惨 此时 蒋梦发出尖锐报名声 这位曹家业在电话那头沉着了 并露出三分绩效 七分凉薄的回答说 燕朝在非洲失踪 那里正在爆发 埃伯拉疫情 他不可能活着回来 豪门老公不回家 燕家帅哥满地爬 这个女人貌若天仙 但老公宁愿去流行 埃伯拉病毒的非洲 也不回家 既然老公不回家 太太在家就玩的话 老公五年不回家 回家带来小棉花 快看看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寂寞空虚的豪门富泰 在总豪 1800米的豪华红色丝绒沙发 上燕四少问道 今天来的那个女人 就是之前狗仔暴老 和我大哥前后住酒店的女人 看来燕家少爷的风流 真是人尽皆知 狗仔光吃她的料 就能管全家老嫂了 女不也面带尴尬地回答了似的 四少心想大哥都失踪半个月 那个子虚乌有的绯闻 也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现在讲梦 揣着个球跑我燕家门口 还是干什么 开足球运动会吗 此时 男管家跳出来造福在座的各位姐妹 四少 燕太太吩咐鞭商也要处理下 接着 燕少便双手交叉 掀起她的丝滑白衬衫 露出108块附近 好看爱看 希望雪姨姐姐多鞭打几下 好让在座的各位开开眼眼 燕四少一边脱衣服 一边问顾雪姨呢 看来这小子也为大嫂着迷 瞬间感觉燕少便 不仅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 更有可能戴上一顶绿色的帽子 为她践行 女不姐姐心想下头难 嘴上尴尬地回笑着说 太太回房间休息 还让我们不要打扰她 房间内大嫂穿着性感的黑色 薄纱衣裙 正在洗手 突然间 她琥珀色的眼眸盯住了一个地方 孩子上的照片里的男人 就是燕巢 雪姨心想沾过血是个不好惹的男人 很难想象这样的男人 会轻易答应 和这就屈俏的援助结婚 不过 按照标准的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剧情来看 书中进展 她这趟失踪 会遇到女主玉晓晓 然后迅速相爱 当带着尊贵的 埃博拉病毒血股的燕巢 滚回来时 会把她也一起带回来 顺便把 自己这个炮灰女二连人 带离婚协议书 踹出二地 此时 电话铃声响起 打乱了顾雪姨的回忆 顾雪姨匆忙下楼 又看见燕四少 要接起电话此时楼下 四少 江先生电话 女管家说道 四少心想将近这个屌毛 还真把我告诉他大哥了 四少镇静地拿起电话 说了一声 喂 电话那头雌性的男性 低沉饱和 声音响起 四少 麻烦将电话交给燕台 看来此次目的 并不是朝着四少 这个毛头想过来 燕四少立即回入脑 江先生找他有事吗 如果是将近的事 找我就行了 电话里的男人 讲你做不了主 短短地捂着紫 散发出 英冷高贵的帅气大哥气息 此时 四少的脾气也上来了 说到将近满嘴跑火车 竟然敢编排我大哥 所以我和他打起来了 此时 他前方的熟悉声音响起 燕四 对面的人伸过手来 手机眼快地 将电话接到自己手中 四少发起了倔脾气 说到我自己处理就行 此时我们的大嫂 已经换了一身高贵的纯洁白色 浑身散发着女神气息 和燕四并排在一起 衬托的燕四 更像一个吊毛了 紧接着他 便将自己的手握住燕四的手 另一只手将电话拿了过来 燕四这个吊毛 竟然还因此害羞起来 一个不小心 两个不注意 大哥可能就被偷家了 顺势 顾雪怡拿过电话 陈卓冷静地回答道 我是布雪怡说吧 紧接着 江家二少爷 手掐一根烟 端坐在沙发上 说到燕太太 你打将近这件事 摆明是将江家的脸面 扔到了地上 我少不得要上门拜访一下 看来这个江家二哥 打定了要偷燕家少爷女人的主意 当燕家少爷回家之后 心中暗骂了一句 这群BYD竟然偷我女人 电话这头 顾雪怡简简单单 回了四个字 好 我恭候 简简的四个字 衬托出这个女人神秘冷静 没有成熟的气息 此时 顾雪怡紧闭双眼 挂到电话 心想着TM 都是一群什么BYD 都在打老娘主意 紧接着 江家宅敌人 男管家问到江二少 您真的要到燕家拜访 江家二少心想 岂不可失师不再来 如果这次再不去的话 就没法托人了 于是他把手中的烟掐掉 时不我待下午三点 我要去一趟燕家 同时露出一个三分五妹 七分帅气的笑容 说到燕总养如音讯 也正好该去燕家 看一看这下 美式去看一看燕家 分明是看一看燕家里面的顾雪怡 可她不知道此时燕四少和顾雪怡 此刻又进行了深刻交流 四少生气地问顾雪怡 你为什么要接电话 你就不怕她找你麻烦 顺便拉上了大嫂的手上 大嫂直勾勾地盯着燕四问道 所以你就想听我揽下 那一鞭子 没有白钞 有了掌幼尊卑的意识 懂得维护家里人是极好的 但有些是小孩子是担不起的 给大人来担 四少脸颊微红地说道 谁 谁是小孩子 谁是大人 你也才二十几岁 顾雪怡此时整理了一下心情 问道吃过早餐了吗 并迅速把手抽出来 燕四少此时有些不毛 并带着一些害羞说到海外 话风一转 二人便开始吃起了早餐 顾雪怡说道 我打她自然想好了 结果谋第二后动 这也是你下次遇见麻烦的时候处理的准备 看来这个大嫂当的确实是与之前不一 已经逐渐在整理全家人的心 往一处使劲了 四少回怼到江二世将是现在的掌权人 他出面来处理这样的小事 意味着他对燕朝失踪的是很感兴趣 这句话正中四少的下怀 紧接着追问女不担心 他趁我大哥不再对付燕家吗 他确实对付不了燕家 但是有可能会托你燕家的 小伙子长长心眼吧 你大哥很厉害 但他不是谁 燕是整个商业帝国的运转 并不是靠他一个人撑起来的 言外之意就是你个小毛孩子 你还是不懂合作的重要性 你以为你个人失踪 或者打败了一个人 这整个家族都就会消失 家族有千千万万后期之辈 在保护着整个家族 如果你大哥有足够的风险意识 他就会培养出一只强悍的肚子 以确保燕是在短暂的离开他之后 还能正常一种 说吧顾雪怡 轻松地擦了擦子道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去忧虑的 此时 门外的铃声响起 江二上门正好 面对江家二少的尊美 顾雪怡不紧不慢的紧张 这个很好吃 再洗一盘子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顾雪怡是如何利用 这盘草莓俘获男人的心的 此时 地面一声巨响 江二闪亮登场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迈着一米九的步伐走来了 一边走 还边问候燕太太 他心想 过不了多久 你就是我江太太 此时 顾雪怡和小叔子二人 坐在沙发上 迎接江二少 顾雪怡看到江二少后 不紧不慢地说道 江先生 此行是为江静出气吗 江二少摸着他的双下巴说 总要讨个说法呢 他摸着自己性感的下巴 露出浅色的眼眸 接着说道 我们江家的人 在你的燕家挨了打 怎么能轻易就接过去 注意看这个漂亮的女人 竟然可以从88楼一跃而下 并且抽下司机的皮带 当成自己cosplay的玩物 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原来就在刚刚顾雪怡 打完江家三少之后 就被江家二少找上门来 江家二少上门讨一个说法 并且 想着顺便可以的话 讨一个媳妇 顾雪怡反问道 那你们江家的人 打了我燕家的人 又该怎么办呢 江家二少思索片刻 回答到那燕太太想怎么样 顾雪怡说道 当然是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神 所以我揍她了 还没等二少反应过来 顾雪怡就勾勾她细长的小手指 对 加四少说过来 四少乖乖地摇着尾巴 像小狗一样乖乖凑近 顾雪怡这个时候 摸了摸四少的伤口 对着江家二少说道 江先生 这就是你弟弟造成的 说话间 四少还一脸格置的样子 有人撑腰就是不一样 难道只需你江家的人 欺负我燕家的人吗 顾雪怡一脸正色道 此时江家二少又把小孩子打得闹闹 作为借口说道 就算是这样 那也只是小孩子私底下打闹 何必上升到家长动手的层次 此时顾雪怡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说道 我为了燕文白打了江进 江先生要不服气 也可以为了江进反过来打我 不愧是当家主母打嘴炮方面 现代人还是略逊色了一点 顾雪怡接着说 择日不如撞日 江先生在今天为江进出去 有头打一架 也是可行的 顾雪怡露出他白皙的牙齿 给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江家四少明摆慌了起来 说道 我不和女人打架 江二少发现 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丢了面子 便识趣地起身说道 这件事竟然是江进引起来的 那就算了吧 此时顾雪怡面露不爽地说道 算了 江先生以为我燕家的门 随随便便就能踩吗 江二少此时略显玩味地笑道 那燕太太的意思是 随机就凑了上去 这个小子真是能占便宜的时候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占便宜的机会 此时顾雪怡的行为 更是让顾家少爷头顶上的绿光 更明显了出来 只见顾雪怡手 便直接拉上江家二少的宽阔的胸领 江二人的距离更拉近了一些 仿佛呼吸就在彼此之间 燕家太太玩得花 先来奶狗后来家 嫌弃帅哥来不够 遇上江家二层楼 江家老妖不够近 还明二哥来家境 原来就在刚刚 江家二少来到燕家给弟弟躺说法 没想到被顾雪怡一把拽到自己面前 这脸贴脸的距离小编也狠狠心动了一把 旁边的管家慌张地说道 燕太太 您这是要干什么 江总都放你一马了 难不称你还想打江总 果然 管家只能是管家要是小编在的话 早就已经关上门 站在门外等候了 此时顾雪怡松开江家二少手 在胸口的扭扣上来回妈撒 随手取下这个扭扣 说道 就当江先生大度 这次是来替弟弟登门道歉 这是裴脸 一边说手还一边晃着扭扣 此时江家二少的CPU火速燃烧了起来 脸色通北一下 变成了微红 一边扯着自己的领带 一边说到现在扯平了 那江某就先告辞了 这小子在想聊完人之后 我没想到自己又被反聊了一次 觉得自己败了下风 就想赶紧逃跑 但是顾雪怡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 于是顾雪怡说道 等一下把那叠心喜的草莓装好 顾雪怡换上了笑眯眯的脸 对江家二少说这草莓很甜 江先生戴上 不能白跑一趟 江先生慢走 江先生随即走后在车内 小助理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江总 这个燕太太怎么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 很聪明 但有点太霸道了 此时江总定定地看着一个方向 手抹撒着 这几十颗装满草莓的草莓盒 盯着河里的草莓略显猥琐的 一边用嘴品尝着草莓 一边想着燕家太太 更变态的是还舔了一下手指 好变态 这几十颗装满草莓的草莓盒 盯着河里的草莓略显猥琐的 一边用嘴品尝着草莓 一边想着燕家太太 更变态的是还舔了一下手指 好变态 盯着河里的草莓略显猥琐的 一边用嘴品尝着草莓 一边想着燕家太太 更变态的是还舔了一下手指 好变态 这小子一边舔手指一边回想 嗯 是挺甜的草莓 那燕家太太会不会更甜呢 此时画面一转就来到了间谍剧组 只听见片场里的工作人员 窃窃私语地说道 三天前的凌晨一点 片场里正在拍夜戏的时候 元哥就突然离开了剧组的监控范围 注意看这个女人的老公不回家远嫁非洲 而这个女人现在正坐在椅子上 想着该如何与自己的这两位小叔子颠乱捣缝 哦 不 是搞好关系 小编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和谐的三人关系 只要咱们仨把日子过好了 比什么都强 原来就在三个小时之前 片场有一位演员失踪了 导演非常着急 真是钱难转使难吃 导演和助理二人一边说 一边还指着监控里的身影 导演一边捏着鼻梁鼓 一边非常焦虑地问身边的助理 怎么现在还没有联系扑不到他 小助理也非常的紧张和无奈说道 到处找了 都没有人 此时导演处于崩溃的边缘 再找都去找 必须得把人找到导演一边崩溃 一边抓着自己仅剩不多的头发说道 要是燕家的这位爷在剧组里失踪了 我也就离完蛋 燕少还真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 在家给大嫂找麻烦就算了 你在剧组又给导演找麻烦 看看像不像各位过年回家 坐在炕上给各位找麻烦的熊孩子 此时导演火速联系 顾雪怡来借此想方设法找到燕少 然而 这时的顾雪怡正在家里惬意地喝着自己的小茶 看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 小说 一边看书还能一边抽出空 白问女夫四少去学校了 还想着今天吃的蟹粉狮子头和平桥豆腐 味道不错 要给这个逆子送过去 女夫这时也惊呆了 从没有看过如此体贴的顾雪怡 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来了 一个未接来电 顾雪怡拿起手机得知是间谍剧组的工作人员 对方上来就问到原文家先生 在剧组拍摄期间突然消失了 你看看这件事情怎么办 顾雪怡一脸茫然 但是后几辆鼓感觉到一种不好的预感 问到原文家是谁 此时一段回忆闪过顾雪怡的脑袋里 电文家 燕朝的二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他以原文家的一名在娱乐圈出道 因外形条件优越 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男艺人 没想到燕家的男人各个都是个宝 胸肌大到一手拿不了 没想到走了一个四少 又来了一个二少 顾雪怡内心沉重的挂断 还没有讲完话的电话 吩咐管家被车 便风尘哺哺地开始了自己的下一个擦屁股的旅程 快看这个女人踩着大高跟 戴着一副帅气的墨镜 全身散发着生人物镜的模样 她作为一个明星的经纪人 没有想到自己的艺人竟然消失不见 然而她并没有慌张而是轻松地拿起平板电脑 开了一把CSGO 原来就在刚刚 顾雪怡知道了自己小叔子失踪 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剧组 就在此时距离剧组三十多千米的海滩处 二少正站在一块长方形的 原住体的海岸上 小编怀疑她是一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男人 不然怎么会找到如此笔直的暗牙 此时风潇潇吸溢水寒 让小编后背直立 这个俊美两旁的二少呆呆地吃望海边的同时 还不忘露出自己的卖点 这块壮实且肥美的胸肌 小编怀疑她这是在明摆地作秀 说时时那时快 她穿着自己价值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的 睡衣露着自己健美的胸膛一跃而下 旁边的海鸥想到是不是个人啊 自己跳崖还摔在我身上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与此同时 一辆黑色的林肯家长款的燕潮的车 竟然出现在了一个小小的剧场 一群人还在猜想是不是燕潮回来 或者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怀着球的讲梦 而突然历临剧组 没想到从车上伸出来一只修长且白皙的眉腿 下面踩着十厘米的黑色低调高跟鞋 一袭红裙 让她身上更显大气色彩 而此时这个女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大嫂顾雪怡 她戴着黑色的墨镜 手插着刀 一股干练女强人的气息油然而生 言语干练简洁地问道 谁是导演 此时这群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 纷纷说燕燕太太竟然这么好看 原来燕太太来了 此时这位无名无分地发现 小明星蒋梦站在身边瑟瑟发抖 生怕顾雪怡这回来 是为了和自己抢风头来或者破坏自己好事的 于是她舔着脸 换上一副与之前蛮横泼辣不一样的甜美的笑脸 对顾雪怡上前去 刚说到燕太太两个字还没出来 顾雪怡就直接把她给无视了 这就是正宫和小三的区别吧 此时两位导演和经纪人都纷纷换上笑脸双手 匆忙迎上去握手介绍这位穿着是黄色的衬衫的 男人是李导演 而这位戴着福尔摩斯帽的老灯 是原文家的经纪人 梳子玩跳崖 主母玩绑架 顾雪怡在得知燕二少失踪之后 火速赶到了片场 二话不说便把原文家的经纪人给带走了 看这个架势让小编以为这是来过来抢人的大导演 看到这一幕的讲梦也露出她蛇蟹般的眼神 死死盯住顾雪怡在背后搅起了蛇根 一来就把剧组上下的人都使唤得团团转 燕太太的派头未免太大了点 旁边的短发姐说道 你要是做了燕太太 你也能这样 此时小编只能说 话操理不操 有些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小三还是正宫 顾雪怡带着经纪人车上后 这位经纪人拘谨地坐在两位保镖大哥的中间 快看看像不像你的两位小妈朋友 和你这位小学生妹坐在一起的模样 顾雪怡熟练地操作着平板电脑 寻找燕二少的下落 这时旁边的帅气保镖大哥提醒道 如果需要调用燕家的人手去寻找二少的话 需要先联系先生的秘书才能拥有调配权 没想到顾雪怡的一句不需要把他对的 晕头转向 谁需要你们燕家的人手 堂堂主母处理这些事情 还是柔刃有余的 保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操作 只见顾雪怡说到报警 此时保镖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模样 仿佛在这个时代不用保镖 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此时一个平凡且普通的打工NPC 被深深地伤害到了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说吧顾雪怡将平板电脑递给司机 画面上依然是二少消失时最后的画面 沿着这条路走 时间回到现在 二少站在悬崖边录着胸脱 深情且作作地说道 再见了 这个世界再见 不再见不要紧 但你跳下去这一下 得砸伤多少海鸥和小动物啊 话音刚落二少便纵身一跃 脸上写满了安详 瞬间坠入海底 还没等人死透 就听见发动机轰轰的声音 二少睁开眼 想到怎么这么快 阎王爷就派人开着兰博基尼来接我了吗 定睛一看瞳孔 瞬间放大 如美人鱼般的顾雪怡身着一袭红裙 纵身下向他游过来 此时燕大少爷的头顶上 又多了一份绿色爱的光芒 只听哗啦的一声 顾雪怡把燕文家带回了水面上 文家急速地磕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真让人心疼 正今晚就派滇蓝捣缝车把你接过来好好腾腾 言归正传 顾雪怡问道 没事吧 此时他像小狗一样乖乖地点头 但是下一秒顾雪怡又把他深深地按入到海面下 燕太出发抓小狗 连带刷卡后到手 乃狗偷偷藏不住 幸福生活止不住 原来就在刚刚 顾雪怡找到了消失的燕文家 燕文家被救上岸边后 那群海鸥还围绕着他在转移 仿佛再说 我只是去码头搞一点薯瓢吃 你个掰得不想活就算了 还连带着我们一起遭罪 而此时的燕文家 还在急速地咳嗽 看着小身板也是虚弱的不行 保镖此时过来给顾雪怡 披上毛巾顾雪怡 接过毛巾 露出自己完美的下颌线和高挺的鼻梁 侧着脸对保镖道谢 这一幕全都看在燕文家的眼睛里 这个小子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 对自己大嫂有想法的人了 他睁开眼睛看烟太太顾雪怡 就想到他之前是什么模样 闭上眼睛 回想到怎么可能 应该是自欺欺人 而这一切都被顾雪怡看在眼里 燕文家此时和顾雪怡 对上视线怒吼道 你差点咽死我顾雪怡说 你不是想跳海吗 我是在帮你 而燕文家也不甘示弱说道 那海下面有网极限运动你没听过吗 这种极限运动小编 还真是老太太上床给整笑了 顾雪怡此时接了一句 怎么这种极限运动简称找死吗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帮你一次 顾雪怡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燕文家 眼里透露出比珍珠还真的真情实感 看来她对自家人也真是不心慈手软 经纪人感觉事态发展得不对 立马过来拉扯破局说到燕太太 不如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而燕文家此时也被吓得待在了原地 顾雪怡也没有惯着 她说道不用了 给剧组回电话 就说人已经找回去了 旁边的经纪人连忙到事 顾雪怡此时回头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侧脸说道 上车等什么 显然燕文家会错了一遍 以为大嫂还想玩 便委委屈屈地披着自己单薄的衣裳走了上去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燕家的长 家长林可哗啦一声停在了喧哗的剧组门口 此时输着汉奸头的导演惊夫道 此时输着汉奸头的导演惊夫道 这是怎么回事 燕文家一副被人蹂躏的样子 说道没事 掉水里了 经纪人连忙上前拉住燕文家 在众人的关心之中 带着圆去到自己的换衣间 换了一身清爽的衣服 而在门外的霍雪仪 披着同款的浴袍 正在和剧组的导演唠嗑 美丽大嫂爱帅哥 先聊小弟后来哥 丈夫绿帽藏不住 幸福生活无藏处 就在刚刚 燕太将二少救了回来 在剧组外一边喝咖啡 一边等二少 而燕文家此时也换完衣服 走出来一边走一边 想到这已经是第三个 这样称呼她为燕太太的人了 所以她就是那个传闻中 自己的大嫂顾雪仪 想到这里 她将名字叫出了声 顾雪仪 而顾雪仪回头说道 叫大嫂 这小子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直呼顾雪仪的名字 要是搁在之前的四少面前 蟒蛇筋皮鞭早已预备上 腿上疤痕皮开肉绽 一个也少不了 而此刻导演 也正急急忙忙地操练着 顾雪仪自己一个人坐在凳子上 貌似在想什么事情 顾雪仪自己一个人坐在凳子上 貌似在想什么事情 旁边的经纪人又过来搭话 问道 燕太太 您怎么知道她在那儿的呢 顾雪仪轻蔑地微微一笑 说道这些世家子弟 都是这一副烂德行 总想玩一些与众不同刺激的 说道这里 她回头看像蹲在地上的经纪人 问道 你跟在她身边这么久 就不知道燕文家是这么个玩意儿吗 经纪人一看要饮活 赶忙 白手说道玩玩意儿 我不知道不是不是 就在此时 顾雪仪的手机又嗡嗡地响 原来是四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中午的狮子头已经送到她的手里 四少问道 这是你送给我的吃的 顾雪仪回答 是我送给你的吃的 你难道你不喜欢吗 电话那边就可以听出来四少害羞地说道 喜欢 燕家太太真是把这两位兄弟玩得团团转 可怜的汤姆被玩弄在手掌之中 而这时 二少爷打着西装领 戴出来了 一头懵地想到顾雪仪送弟弟吃的 然后就送我去死 而此时的顾雪仪完全没有注意到二少出来 还在盯着手机屏幕沉思 想到真是奇怪 一个因为送去的一点食物就感到惊奇 一个完全如同放养形式肆意放松 对自己的性命也不管他们两个到底 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家庭里有如此不同的 而这个燕家也是挺奇怪的 没有规矩也没有亲情 当顾雪仪想到这一瞬间的时候 汉奸头的导演大喊一声 开机就打断了顾雪仪的思绪 雪仪穿越岭任务 效仿武松来打护 三个男人不足够 燕家太太玩不够 就在刚刚 丢失的燕文家已经重回剧组 顾雪仪也短暂地松了一口气 而此刻 燕文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二少西装革履 站在人群之中 摄像机外的旁白说到 这是他曾经拼了命 也要进入的上层社会 如今他终于融入其中 就像是一滴水 融入大海般 自然一个旧的他 在今天死去一个新的他 在今天重生 没想到这么长一段的台词 都是让旁白去说 而这个 燕文家根本不用 被任何台词 仅仅是做几个伸手 拿被插腰的动子 导演喊咖之后 旁边的人一众在赞美他 而他自己也沉浸在这种 快乐之中插个腰 拿一个三脚杯 摆着自己的姿势臭屁中 在经纪人拍手喝彩的时候 他问到顾雪仪呢 他转头一看 却看到空空如也的座位上 少了一个人 经纪人结巴地说到走走了 好像说是要去商场买身新衣服 而此时 二少非常的生气 难过其无助 哽咽地想到 感情 他连一秒钟 我这么帅气的场景 也没有见到过 画面一转 看见这位泡面奶奶 拿着泡面惊讶地说到买衣服 而此时 顾雪仪挑着这件第999件的连衣裙 说到这件包好 泡面 阿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 手中的泡面叉都被吓掉了 顾雪仪抬头问道不卖吗 泡面阿姨 汗颜道卖卖卖卖 就是头一次这么大阵仗 来我这个小店买买东西 顾雪仪 这哪里是爱买东西啊 纯粹就是给自己的衣橱进货 此时顾雪仪人狠话不多 拿出自己的尊贵 十二个零的黑金卡 收到刷卡 这位泡面阿姨也是非常的激动 没想到霸道女总裁 竟然如此降临在自己的 小店里面 所以说 看看各位身边 有没有像这位女总裁 一样的漂亮姐姐 可以介绍给小斌哦 与此同时 夜幕降临 在非洲的某处 顾大少爷的 iPhone 14 Pro Max 半夜子一 TB突然在他小弟的胸口上 嗡嗡嗡地震了几下 他看到 明伟号有335元快捷支付 两个小弟汗颜到335元 怎么才刷这么点 到刷了 也不可能刷这么少的钱呀 美丽艳太惹人爱 乃狗偷偷来心爱 忽然偷窥被发现 尴尬露笑腿打颤 姐姐关心你工作 你却偷偷搞羞涩 事不迟一块回家 姐姐准备好玫瑰花 原来 顾雪怡把一切打理好后就 自己出来逛街 并且花掉了 绿帽老公的附属黑卡 此时在非洲某处 一双粗壮有力的关节手 带着湿漉漉的洗澡后的水 伸出浴室说到把手机给我 而就在此时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位正牌的大少爷 有着58块腹肌 下面呢 作者没话 小编也就不说了 大家自行想象 大少爷就这样盯着自己的手机 屏幕上时不时地 蹦出支付12元 支出4元 支出33元 她提起邪魅般的嘴角 想到这个女人又在耍什么花样 而此时 就在大洋彼岸的另一边 顾雪怡也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 在她流浪 半个小时后 手又提着用500大牙 怒买的小店连衣裙 左手拿着5块钱一桶的冰淇淋 她伸出舌头轻舔一口 没想到大主母 还有如此兴奋且娇羞的时刻 这个草莓甜筒 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女人的快乐竟然如此简单 而就在这时 二少带着黑色口罩 穿着她屎黄色的衣服 站在街道的阴暗角落 看着这位高能主母 在吃着草莓甜筒 她想到原来顾雪怡还没有走啊 她拉下自己的口罩 顾雪怡正在专心致志地盯着她的手机 没有注意到二少就在旁边 她拿起手机问到什么事 电话那边传来声音 夫人简先生回京市了 雪怡知晓之后 放下手机开始和二少对起诗来 燕泰问到那简昌明 弟弟回答是哥的鹏 二人拉手回到家 弟弟知去屋中等 姐姐新爬成功领 拿起电话你是谁 对面秘书小雪玲 简先生明晚登贵府 希望燕泰招待自肺肤 燕泰一听来者客 无法拒绝就接受 对诗结束 雪怡心想 简先生 刚回来就急着登门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电话刚挂断 突然又响起了铃声 电话那头竟然是燕总的秘书 说到如果简先生明晚会到达燕家拜访 那么请太太携带我出席 顾雪怡一口答应了下来 又在此时 铃声又响了起来 顾雪怡心想着TM的事 可真不少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于是无奈地服额 接起了电话 什么电话 居然要我燕泰亲自来见 妈 没想到这次来电的 竟然是顾雪怡的妈妈 顾雪怡瞪大了双眼 此时她的记忆 像走马灯一样回忆了起来 原来顾雪怡的爸爸 叫做顾玄明 是贩卖教辅材料起家的 于是便由此挤身有钱的行列 顾雪怡的第二任妻子 叫做张欣 是一个全职太太 顾雪怡就像牵线木偶一般 笼罩在她父母的阴霾之下 女儿对于她们而言 只是发财尚未的工具 一个可任意操控的木偶 原来是因为明天 简先生要上门 想来奋一杯羹 美其名曰 你爸担心你撑不起场子 还没说完 顾雪怡就回了一声 不用了 而电话那边 还在继续喋喋不休 雪怡反手便挂断了电话 简昌明的到来 让这么多人都为之紧张了起来 看来明天是一场硬仗 顾雪怡准备了以下 整理了自己的思绪 吩咐到如果再有电话打来 一律挂掉 就在此时 房门被打开 四少拎着 饭盒走了进来 感觉到家里的氛围有些不对 便问到家里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顾雪怡为了不让四少担心 便隐瞒了起来 又关心她吃饭了没有 燕文博 这个八夜的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一提到吃饭这个词 她就会脸红起来 可能是她对饭情有独钟吧 顾雪怡便关心了四少起来 吩咐到下次 让厨师少留一点 饭给燕文博 燕文博害羞地道谢 而这一切都被二少看在了眼里 四少走上楼梯之后 迎面来的就是自己的二哥 二少问到那个饭盒 是不是大嫂送给她的 四少冷漠地回了一声 嗯 又问到是不是有事 二少警惕地问到 现在这个女人 来讨好我们家的人 她不觉得太晚了吗 很明显四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便摇摇头敷衍了几句不知道 就要回到自己房间 二少发觉四少并没有 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激烈的反应 反而还接受了这个女人 对她的好处 便问她 你不觉得这个大嫂有些问题呢 二少里都没有理她 就直接自己关上了房门 将二少留在原地 二少自己嘴里嘟嘟朗朗的 说到这家伙这么容易 就被顾雪怡收买了 二少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 百无聊赖地 打发着自己的时间 是什么让自家小叔子 居然吃起了大嫂的醋 原来二少目睹了雪怡 给四少送晚饭 随后挑拨离间也不成功 被燕四少随意敷衍过去 气愤地回到房间后 坐立难安 面朝天花板 就开始胡思乱想 我算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 她救了我 但是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二少愈发地伤心 回到家也是 对燕文博的关心都比我多多 她此时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了 对大嫂的依赖之中 无法自拔 此刻只想着 怎么和燕文博争处 画面一转就来到了车站 此时 简昌明的侄女简锐 和她的好朋友 曹家业来接待简昌明 但简昌明一回来 甚至都没回家休息 就要赶赴燕家 简锐好奇地问道 说起来 我好像还一面都没见过顾雪怡呢 戴着眼镜 梳着精干俐落的短发的简昌明说道 顾雪怡可不是个什么讨喜的人 说吧便出发前往燕府 准备会会顾雪怡 此时燕府 顾雪怡的父母 站在大门外被拦了下来 燕爸爸大喊到燕太太 可是我的女儿 但是门卫背下了死令 只要是除了简先生以外的人 都不准进入府内 特别是自己的父母 顾雪怡的父亲此时非常恼火 屋内女仆过来汇报了大门外的情况 顾雪怡风轻云淡地看着言情小说 说到让他们继续等着看 谁先忍得下去 而就在这时 大门外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燕朝的秘书 陈与锦摇下车窗 问到顾雪怡的父母 怎么会在这儿啊 顾雪怡的父亲 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 说到可能是雪怡还没起床 边说还边埋怨着守卫不让进 陈与锦淡定地回了一个微笑 慢悠悠地聊上车窗 说到那我进去看看 是出了什么状况 陈与锦好像已经预判到了顾雪怡的父亲 会让他带自己进去 于是假装听不见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就从后门进入到了燕家改院 一进门他就问到燕太太到哪里去了 于是在仆人的带领下 走向了二楼的书房 一边走还一边在习 顾雪怡能看什么书 难不成是在看怎样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或者怎么从离婚中分得更多财产 到了书房的门外 他毫不客气地推开门 看到顾雪怡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本名为人间影子的书 雪怡抬头看了一眼陈与锦 问到陈秘书 是有什么事情要嘱托我吗 陈与锦扶了一下眼眶开口说道 到时候我希望太太不要说话 当家主母居然被一个小秘书 直指点点交作事 殿巢的秘书陈与锦回到燕家第一件事 便是找到顾雪怡 要求他简昌明来拜访时不要说话 顾雪怡貌似已经预测到他会这么说 于是淡定地回答道好 然而 这波操作却出乎了陈与锦的意料 顾雪怡没有闹 就这么同意了 就在此时 女仆过来通知简锐已经到了 雪怡好奇地问道 简锐是简昌明什么人 秘书告知是简先生的侄女 顾雪怡随后一脸淡然继续看书 而陈与锦诧异地问道 你不打算起身相迎吗 雪怡扶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靠在沙发上 燕朝不在燕家 我便是主女 有人登门拜访 主人怎么能够放低姿态呢 别分不清大小王 陈与锦尴尬地笑了笑 然而秘书就是秘书 想的还不少 一天天脑瓜子里面 除了打算盘就是打算盘 顾雪怡今天怎么了 竟然出乎意料的同事 就在此时 简锐已然推门而入 没想到进来的女人 却让顾雪怡想到了自己的前世 这个简锐说起来 和自己好像有些说不清的缘分 雪怡没有表现出来任何异样 平静地说到简小姐 请坐 咖啡 or 茶 简锐是一个直性子 坐在沙发上 便以一个自家之主的姿态 想要把陈与锦支开 套出顾雪怡的一些话 于是先开口到告知 真是不巧 简昌明刚刚往艳势大楼去了 在那里等陈与锦 陈与锦扶了扶眼镜 说到那真是太不巧了 但丝毫没有走开的意思 简锐看没有办法把陈与锦支开 便又将矛头指向了顾雪怡 燕太太看上去气色不错 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的老公 现在在非洲埃博拉病毒卖女 这个妻子竟然还在家里 悠哉悠哉地看书喝茶 真是没有一点夫妻的模样 这仿佛在另外一个战场说 顾雪怡果然是个草包 连贱人的勇气都没 还需要陈董陪着 顾雪怡也不落下风淡定地回答道 嗯 睡得很好 睡得也不错 尤其是草莓 说吧 便将草莓推到简锐的面前 问道要尝尝吗 陈与锦侧眼看着顾雪怡 她是真听不出来 这个是讽刺的意味吗 还是说是故意的 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就躲过了简锐言语中的功绩 简锐此时以零比一暂时落后 于是她开启了缓和模式 谢谢那我就尝一下这个草莓吧 而在心里却打着算盘 这是搞什么 怎么会这么亲切呢 快看这个女人 竟然还有心思 给自己的敌人吸草莓吃 此时敌方心想 我理个道 你人还怪好的 就在刚刚顾雪怡 结束了和简锐的战斗 顾雪怡此时 让陈与锦动身去艳势 话都说到如此尽力 陈秘书也不好陪在 他们两个的身边 在陈与锦刚准备走时 没想顾雪怡表示 自己也一同前往 二人此时都被惊呆住了 此时的简锐差一点 就被顾雪怡一箭刺到 仿佛顾雪怡 在指着剑对简锐说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也从未把你当成是我的对手 你还不够入流 而此时 简锐发觉自己 够不上顾雪怡说话的套路 就想把顾雪怡留下来 没想到顾雪怡转头 就跟二少说 文家照顾好客人 这真是不给简锐一点 翻身的机会啊 此时 二少却愣了愣 指着自己说 啊 我吗 你在说我吗 好好好 简锐心想 你人还挂好的嘞 把最难搞的二少爷留给我 此时 燕文家整理了自己的衣服 选择遵从自己大嫂的命令 随即便转头对简锐说 你做那我去拿茶店来招呼你 简锐被这一幕惊呆了 还不由得分说 他就已经被二少爷拦着 而顾雪怡和秘书 便静止走下了楼梯 秘书望着顾雪怡的背景 想到这个家里面 不只是二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就连家里的庸人 也对他变得十分尊重 这个女人像是脱胎换骨们一样 画面一转 来到车上 二人并排坐在后座 秘书先打头问道 前段时间 四少和江家的将近打架 进入了警局 听说被江总找上门了 顾雪怡此时一脸淡定地回问道 怎么家儿找你告状了 秘书立刻打起马哈眼来 说到江总要面子 就算再要告状 也不会告到我这里来 没想到还没等秘书说完一句话 顾雪怡的脾气就上来了 拉着秘书的领子 将他凑到自己的身前 秘书此时惊呆了 顾雪怡一脸平静地问道怕不怕 顾雪怡满意地松开了手 说到就是这么处理的 怎么对你 我就是怎么对那个江总的 此时 秘书松了松 自己刚刚被抓得紧的领带 想到黎江总也这么近的话 像顾雪怡这么漂亮 没几个人可以抵抗 想到这里她松了松领带 替老大捏了一把汗 如果黎江总这么近 那这宴总头上 不就种绿草地了吗 快看这个女人 放着帅哥总裁老公不要 却在外面和老公秘书二人 在车内近距离交流 就在顾雪怡解决完解锐之后 就和秘书二人一同前往艳氏集团 并在车内成功给了秘书一个下满位 警告他不要多好奇 到达之后 随着顾雪怡的高跟鞋的搭搭声 他们两个就到达了艳氏集团的办公室 秘书告诉顾雪怡 那位大名鼎鼎的蒋先生 正在十楼等待着 公司里面的职员见到秘书 纷纷都对陈玉景毕恭毕敬的问候 但是没有一个人搭理顾雪怡 于是秘书便破天荒地介绍起了顾雪怡 其他的公司员工赶忙跟顾雪怡弯腰鞠躬打招呼 顾雪怡给了他们一个漂亮一个坚定的 可以入岛的眼眸 音音与他们打招呼 随即 顾雪怡一行人便已经坐上了电梯 而此刻简先生也收到了消息 二人马上就到 只听电梯钉的一声 俊男量女组合出现 虽然顾雪怡站在身高庞大的秘书身边 但是她的气势丝毫不紧 而后三人 熟悉但并不完全熟悉地打个招 顾雪怡也随之伸出双手 和简先生握手 简先生短暂震惊了一心 但也礼貌地握了握手 三人坐下 简先生便首先说到简家的人 已经到了明月了 那一带常年有恐怖组织活动 他们没能找到燕总 但找到了一点线索 燕总可能转去了马里 简先生将燕总的行程如实汇报 秘书微笑适应 简先生也点了点头 二人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 突然 简先生盯着顾雪怡 冒出了一句 是我欠燕总的 顾雪怡心里想到哥们 你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盯着我说 难不成咱俩之前 有过点什么过往吗 此时 顾雪怡还没有反映过来 自己是燕朝的妻子 当简先生讲到燕总的事情的时候 顾雪怡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秘书此时正好赶上话说道 燕家的搜索队 也在非洲境内寻找燕子 以燕总的本事 肯定能安然无恙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把国内的局面控制好 简先生突然提问道 你是指宝心 听到宝心这个词 顾雪怡突然想起来 宝心听起来像是燕氏的子公司 这个总裁夫人 在总裁不在的日子里 诗相喝辣 甚至在总裁朋友面前 丝毫没有察觉自己 和嘴才有什么夫妻关系 小编劝姐姐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刚刚顾雪怡和秘书二人正面 与简先生交锋 三人随即就提起了燕氏子公司 宝心 简先生接着说到 可能这个烂摊子里面 我能发挥的作用很小 而此刻秘书 也一脸正直地说到 宝心的亏损 对于燕氏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他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嗯 最好是有其他同样庞大的企业 来一起分担这样的风险 这先生居然想到 那就应该是江家和宋家 秘书没有回答 接着说 毕竟燕家的根基是在海外 简先生也开始作否定的 想到这 江家的江二和宋家的宋锦 和燕氏不太对比 而且这个时候 的确不是已引进海外的起 秘书 一看已经将简先生点透了 他便接着微笑回应道 所以还请简先生从中周旋 往后拖一拖时间 要等到燕氏回来 而此刻 坐在一旁的顾雪怡心灵 也在想着宝心带来的亏损 影响不了什么 但是陈宇锦如此在意 甚至不敢找海外公司承担风险 并且只能请简家周旋 可见这是的确很棘手 而我做过的功课 简家在特殊的官方项目 也有一些关系 顾雪怡小课堂开课了 在关家简家燕家 和江家宋家之间 他的大脑中 进行了很多次的周训 想到关家 对于别人来说很可怕 但是我上辈子 和这些打过了太多的交道 所以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 于是他便想用自己上辈子的经验 做一个尝试 从古至今都并不是所有事 并且只有男子才能做的 这时简先生和陈秘书已经聊完 注视着旁边的 还在发呆的顾雪 于是便问到燕太子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顾雪怡并没有作答 简先生非常疑惑地再次问了一遍 您就真的不想再问问 有关燕子的消息吗 顾雪怡直接搬出否认二连 没有并没有 睁着他那大大的眼睛一脸乖巧 简先生却一脸失望 不额想到燕朝生死不知 他根本进不到妻子该进了义 快来看 这个女人趁着老公不在家 竟然周璇在老公的秘书和好朋友身边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就在刚刚顾雪怡在秘书和简先生旁边 听着处理公司的烂摊子 在一旁的顾雪怡心灵 也在想着宝心带来的亏损 影响不了什么 但是陈于锦如此在意 甚至不敢找海外公司承担风险 并且只能请蒋家周璇 可见这是的确很棘手 而顾雪怡做过的功课 简家在特殊的官方项目也有一些关系 此刻顾雪怡小课堂开课了 在关家简家燕家和江家宋家之间 顾雪怡的大脑中进行了很多次的周旋 想到关家对于别人来说很可怕 但是顾雪怡上辈子和这些打过了太多的交道了 所以自然知道其中的道路 于是他便想用自己上辈子的经验做一个尝试 从古至今都并不是所有事 并且只有男子才能做到 就在此时简先生和陈于景已经聊完天了 注视着旁边的顾雪怡还在正在发呆 于是便问到燕太太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顾雪怡并没有作答 简先生非常疑惑地再次问了一遍 您就真的不想再问问有关燕董的消息吗 此时顾雪怡搬出否认二连没有 并没有 如何睁着他那大大的眼睛 此时简先生服额想到他根本进不到妻子该进的义务 陈于景一看事态不太对 就赶紧打圆场说道 那我让人先送太太回家吧 于是顾雪怡就在这一声不吭的情况下 在简先生的默默注视 便走开了 简先生也选择看向别处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就在此时 顾雪怡突然停下了脚步 并且回头看向简先生说道 我相信他会活着回来的 简先生此刻被这一回眸惊在了原地 没想到随即 他便露出一个会心情 宽慰的笑容说道会的 一定会的 在陈于景和郭雪怡走出办公室之后 顾雪怡跟在陈于景后面 顾时对公司里的员工嘀咕 陈于景回头 问到燕泰干什么呢 顾雪怡秘密密地将自己刚刚写的纸条 递给了陈于景 此刻二人的手指相互触碰 陈于景怦怦怦的心跳声震耳欲聋 美女只是递给自家老公秘书一张纸条 秘书就把持不住的脸红 心跳声震耳欲聋 随后陈于景立刻收紧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看着雪怡离去的背影 我只是让她别开口说话 但也不用完全不开口吧 说吧 她打开了手里的字条 这一打开不要紧 陈于景的老脸瞬间红成了火焰衫 字里行间都让她尴尬不已 原来便条上写到陈秘书 你裤子湿了 沾茶水了 而这微妙的一幕 恰好被简先生看到 河里的胡思乱响了起来 难道顾雪怡和陈于景又发生了什么吗 此刻绿燕总天团再添一人 正主便是无意撩人的顾雪怡 二主是自己的正妻老公 那么其他的便是我们雪怡姐姐的庞大的后宫家人 Family Fu Nos 顾雪怡姐姐不要太幸福了 在听完简先生的会议之后 雪怡回到家立刻让二少爷 给自己讲起了个世家豪门之间的关系 二少爷还满脸怀疑地问道 你弄清楚这些豪门关系有什么意义 又能改变些什么呢 顾雪怡此时一脸深沉 这些东西可谓意义重大 不可轻视 说着便把电话拨给了江家少爷 顾雪怡在电话里面邀请江家少爷 过几天来自己的豪宅之内相聚 听着电话那头悦耳的声音 江少爷回想起上次的草莓事件 已经被记者传出去 如果答应顾雪怡的话 这个传闻会被直接作识 但又回想起顾雪怡和他的草莓 江家少爷想到 上一次他给了我一颗这么甜的草莓 那么这一次他又要耍什么花招吗 于是江总激情赴约 在一旁的二少爷好奇顾雪怡 怎么就和江总那么熟络 并且还单独邀请他 顾雪怡瞥了一眼 表示这次晚宴 不仅仅不有江家人 名单上的世家大族 都要一一通知 但是除了封家和宋家的人 排除在外 有人问也不必回答 解决完这些事情后 顾雪怡随口又关心了一下四少 今天有没有吃到自己送过去的菜 而在一旁的二少心情极其复杂 随后雪怡 必要和夏太太去大商场扫荡 一旁的二少心里极度不平衡 真是卸磨杀驴 套完信息就把我抛下 于是二少开始反击 酸溜溜地问道 我大哥失踪在外 你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去逛商场吗 豪门富太每天想的不是买买买 而是周璇在各大豪门帅哥身边 买狗狼狗 应有尽有 有钱人这么多 多小编一个怎么了 叶二少吃醋之际 酸溜溜问道大哥失踪在外 你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去逛商场吗 然而 二少并没有想到的是 顾雪怡却把他玩极限运动的事给搬了出来 大哥失踪弟弟 还有心思玩极限运动 二少还想距离力争 却被顾雪怡抬手飞开 早知道把你按在水里的时候 就不松手了 随后挑衅般地问道 难道会有八卦记者拍我吗 这一问 倒是给这个榆木脑袋提了一个喜 原来顾雪怡 就是为了给外界营造一种厌世集团 一切都安好的假象 这场宴会也是在计划之内 随后顾雪怡一个华丽的转身 洋洋洒洒地就离开了 而此时二少也在低着头琢磨 大嫂到底要干什么 几个小时后 江家这个帅气的金发帅哥又重新出场 正想要下楼来寻些吃的 没想到却看见自己的二哥阴沉沉地坐在沙发上 于是便关心地问起来 听说燕文百他大嫂办的这个宴会上流 全层都收到了 但唯独风家和宋家没有收到 江家少爷还暗自地声着闷气 一股子酸味 说到邀请了我 又不只是邀请我 接着江少便反应过来 他自己被顾雪怡荡枪使了在 回到这边 顽擎铁给个大豪门的雪怡 正慢悠悠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书 等待着自己这个原生的虚假姐妹下太 原生为基深上流社会 与这个时尚圈的接纳 没少在夏太太面前低三下四 刚进门的夏太太端着自己的一只胳膊 像回自己家一样 站到了顾雪怡面前 趾高气昂地问道你没化妆 此刻的夏太太 还认为是顾雪怡看到了新闻 为蒋梦怀了艳朵的孩子而伤心 人家雪怡只是单纯的懒而已 更何况谣言都是造假 随后二人立刻起身就去逛商场 雪怡买买买的同时 非洲的某个地界上 只听到嗡嗡嗡的几声 每次刷卡的金额都是非常之多 一度让两个小跟班怀疑卡 是不是被盗刷了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猛 变总此时一脸淡定 顾雪怡恢复正常了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 关心起战争的军事 傅家太太趁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竟然召集豪门内的所有帅哥 来自己家里开party 这破天的富贵 什么时候能轮到小边 忙碌一天后 雪怡约了自己的假闺蜜 一起逛街购物 直接给老公的黑金卡 刷出白边 此时夏太太 已经开始替顾雪怡捏了一把汗 看到她花这么多 想要劝一劝顾雪怡 但是顾雪怡丝毫不为所动 指着面前那些奢侈品 这个和这个不要 其他一律全都包起来 买完奢侈品之后 浑身舒爽的顾雪怡 反映到夏太太怎么没买东西 夏太太一脸无语地回答道 你全都包了 我还能买什么呢 于是顾雪怡便客套两句 随后带着浩浩荡荡的一对 工具人人女头就在 只留下太太自己一个人 在风中凌乱 此时在学校内 四少爷看着饭盒 顾雪怡做戏怎么做得这么逼真 还没有想完 四少身边的狐朋狗 有便拉着她打去起来 有人关心的滋味 可真好我们就没有人这么体贴 他们一边哭诉着一边商量 如何逃课出去玩 没想到四少大手一挥 有啥好商量的 主打就是一个行动派 直接出去玩 前脚刚走后脚电话就响了起来 顾雪怡打来电话 询问为什么不回家 听说要出去玩 原本以为会被顾雪怡一顿训斥 没想到她下一句就说好玩嘛 能不能带我一起玩 四少想到这次的酒局 都是那些富少和嫩膜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东西 于是她就取消了自己和嫩膜的行程 身边的朋友还很惊讶 而此时的四少一脸气愤地说 这个BYD 去什么去 我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果然不出所料 顾雪怡横扫商场的消息 顿时登上了热搜 而顾雪怡的长相 也被拉出来议论纷纷 面对不好的评论 二少爷换了一百多个小号为顾雪怡 证明 真是一个狂热的痴情粉 在二少爷刚和那些黑粉头子较针完之后 没过多久 只听见沙发上啪的一声书包就被 扔在了沙发上 二少爷翘着脚想看看四少为什么会回来 没想到四少一屁股坐下沙发就 拿起手机 果断挂掉来电 二少心仪了然 说到就是这个失诚冰约的你 四少一脸不悦地问你怎么不去距离 而二少也表示自己不想去距离 就只想在家里待着 这个富家太太将公子哥们迷得团团转 甚至还有公子哥为他切换一百个小号去抵制黑粉 顾雪怡这简直就是在世殉犬师 原来在刚刚 燕家二少和 四少都为了顾雪怡而留在家中 而二人为了自己的大嫂开始真宗吃醋 此时两个成年男人的战争一触即发 你们有没有想过远在非洲的大哥此时是什么感受 屋内的气息因为两个男人的剑拔弩张 一下子降到了零点 气氛十分的微妙 随着顾雪怡从楼梯上啪哒啪哒地下来 两个男人将视线终于转到了别处 顾雪怡下来就招呼二人一起去吃饭 饭桌上 顾雪怡非常开心地换了一身低力 微凶的白睡衣 开心地举起杯子和二人撞杯 就在此时 四少再次提起了宴会 顾雪怡表示 这个宴会是一定要办的 还没等顾雪怡说完 四少便着急地问报 各种事项已经安排妥当了吗 顾雪怡此时拿出当家主母的风范表示 这些事情都已经交给秘书干了 顾雪怡此时拿出当家主母的 而四少也非常的震惊 秘书竟然能答应 顾雪怡这种荒唐的行为 四少对顾雪怡的行为 进行了反抗 顾雪怡慢条思理地讲到你该相信了 就像你二哥一样 说着二少想自己竟然吃饭也躺腔 二少此时还口是心非 想要反驳顾雪怡 而顾雪怡 这时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二少为什么不出去玩 而四少一再阻拦对面的二少 却笑眯眯的一再要爆料气氛 和谐的不像样 连女服也为这和谐的氛围为之惊叹 在另一边的艳势集团里 简先生和简锐面面相去 简锐似乎有什么关于曹家业的难言之意 而简先生立刻就猜到了 是和这个名叫蒋梦的女明星 有一些风吹草动 此时 简先生对任何没有兴趣 甚至将顾雪怡的脸 从照片中放大 静静地观赏着 简锐想 正是因为这两个错误信息 我才开始怀疑 咱们是不是搞错了 而此时 简先生也和简锐说明了 为何顾雪怡要办这样一场盛大的宴会 所以简先生推荐简锐 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去问顾雪怡 而在这时 简锐突然被简先生叫住 要求回答评价顾雪怡 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附加太太荒云一度 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自己就和各种小帅哥 花天酒地 这些让他甚至感觉不过瘾 还邀请了更多的世家帅哥 来自己的家里面开狂欢 而这一举动 无疑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简锐此时也突然停止 只说了一句 他是一个和传言完全不一样的女 很快到了宴会的日期 不出所料宴是晚宴 这四个字 直接登上了热搜第一名 虚余之间在晚宴上的各家 总才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直白地出现在了宴家晚宴的微博上 并且舆论发酵得很厉害 正在商量着要不要出手解决 而此刻的陈陈于瑾 也没有注意到他们 而是眼睛都盯着这个话题的 中心人物顾雪怡 只见顾雪怡 穿了一件黑色的丝绒复古里裙 带着祖母绿的宝石 雍容华贵地站在一边 而顾雪怡却非常不满意 这身衣服认为需要装重一些 于是便开始怀念自己 在古代的官服 陈于瑾在处理完事物后 紧随着顾雪怡 问到没有一件可以入眼的衣服吗 左思佑想他于是 提出要不要请你的造型团队 陈于瑾默许 于是就去开始着手准备 画面一转 就来到了嘻嘻嚷嚷的车站 这个短头发 看起来非常撒的女孩子 正是燕家三小姐燕文书 燕文书打发 掉自家的管家之后 便走向自己最新款的粉色 蓝薄金鱼 她去车到自己的工作室后 蒋梦带着人和燕文书商量 准备去燕家的网面 而蒋梦也说到这件事 总要解决的 您回国不也是为了这件事吗 于是燕文书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 蒋梦的助理说道 蒋梦的设计师不借给他们礼服了 所以希望燕文书 可以帮他去找一个服装设计师 而燕文书此事不关己事 高高挂起的模样 就已经明了明了驱逐令 蒋梦离开房间后 愤恨地拨打曹家叶的电话 这次燕文书不帮他 只能让曹家叶驱逐他一臂之力 洗刷掉微博里那些谩骂讲梦的评论 此时 距离晚宴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女伯对顾雪怡说道 可以吃点东西 随后就去酒店了 而后 设计师们将目光全部都转移到了顾雪怡的身上 纷纷议论着 还没有见过如此能将其五官精致和气魄 都给予一身的负担 快看这个美女富婆正梳妆打扮 准备在老公不在的日子里 尽情和帅哥狂欢 顾雪怡身后的助理 在帮他整理裙子的时候 也不由地随即脸红了起来 大门打开 陈雨景回头 便看到了身着白色头缎礼服的顾雪怡 端庄地站在那里修身的裙子 将他的身材修饰得一脸无鱼 随即他扬起了一个灿烂明媚的笑容 准备和陈雨景去会场 随后 陈雨景也将酒水单子接了下来 一边看着单子 一边面带笑容地对顾雪怡说道 太太 今天盛庄 怎能再俯身弯腰做这样的事 而顾雪怡也随即感谢 并且回了一个灿烂明媚的笑容 于是顾雪怡打扮之后 就端端庄庄地坐在沙发上 而陈雨景忙前忙后 累得人脑袋跑出马脑袋来 晚上的晚宴也随着时间的流事正式开始 落大的豪宅外 无数的灯光下 简先生穿着一袭盛装 就来到了燕家豪宅前 在简先生之后 媒体们也睿智的眼睛 迅速地搜查到是江家少爷们身着盛装而来 然而这样的注视 紧停留在了江家少爷身上 几秒钟之后 舅舅直接转移到了盛装打扮的顾雪怡身上 顾雪怡笑着招呼 江家两位少爷 而陈雨景也像士兵一样 在顾雪怡身后保护着她 在灯光的注视下 这一行俊男亮女 都被闪光灯照得闪闪发光 陈雨景主动上前走着 顾雪怡的身边 而此刻 她愣住了 想到我在做什么 而她的身体 却非常诚实地做出了雪怡 站在顾雪怡的身边 顾雪怡也没有注意到 陈雨景一样的状况 于是接着招呼到江家少爷 回到自己的豪宅里面 江家二少一边说话 一边盯着顾雪怡 走了之后 还接着偷瞄 接着想到 这就是顾雪怡 要给我的这颗甜枣吗 而身后的江家三少 也摸着头 跟顾雪怡打招呼 说得大嫂好 一起 而在这一堆狗仔的注视下 她管布雪怡 叫大嫂的事情 也很 引起了狗仔们的注意力 随后 江家三少爷 也发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赶忙摆手说道 我随燕文博叫的燕文博 接着 狗仔们又注意到燕文博 江家三少之间 是不是又有一些什么 关系看着越描越黑 江家小少爷 意识到自己还是 闭一脉 然后走位上奏 这个漂亮的阔泰 正在周游在各大帅哥之间 甚至在party上 和老公的朋友处的 比老公本人还好 顾雪怡在招呼完 江家二位少爷之后 简先生很快就跟了过来 顾雪怡也笑着招呼她 简先生也随之回了一个笑容 此时狗仔们 纷纷怀疑道燕太太 到底有什么魔力 竟然能将这几位帅哥 全部都请到自己豪宅里面来 就在此时的蒋梦 咬着后槽牙看出来 顾雪怡请的是国内顶尖团队 而自己的团队 显然是低人异睹 在蒋梦思考之际 燕文书摆着臭脸 怒骂到还在干什么 还不快点跟上来讲 梦换了一副讨好人的嘴脸 赶忙跟了上去 二人一边走 燕文书一边问到蒋梦 你难道想多燕太太吗 你如果不想的话 怎么会跑到我面前 来当你拿出孩子 做筹码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你那些野心 看得一清二楚了 你现在又假惺惺的 还想说不是吗 突然燕文书回头 紧盯着蒋梦 说到如果顾雪怡不配 那你更达不上我们燕家的台阶 蒋梦暗字里面恨得牙羊羊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此时 在燕家豪宅里 江家少爷问道 把我江家和你燕家绑在一块 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靠近了顾雪怡 降低了音量 说道你总要给我一点甜头 这个江家少爷 可真是一点苦也吃不得 我看他就是冲着顾雪怡来的 就在旁边的陈雨景和简先生 注视到了江家少爷的行为 仿佛在踢燕家少爷 看着顾雪怡的一举一动 而江家二少此时 也注视到了两个人的眼光 于是便回头假装看不见 装作无赖 接着跟顾雪怡说话 顾雪怡想到让陈雨景 把分公司的项目分给江家少爷 想以最小利益换得最大的甜头 而这也骗不过江家少爷 他自然知道分公司的项目 都亏了好几 看来是宝星的负责人贪了钱 将宝星弄成了一堆烂摊子 但是以燕朝的手腕应该是厉害 为什么会留下这个烂摊子 在国内呢 又或许在燕朝接手的时候 这个摊子就已经烂摊 顾雪怡不由的江家少爷怎么想 于是不由分说的 直接说到江先生 您一定会需要的 漂亮女人总能很好地 拿捏男人的心 江少爷跟顾雪怡讨要甜头 雪怡却直接给了他 一个亏损好几亿的项目 江少想到一定是陈雨景在背后 和顾雪怡嚼了蛇根子 提醒到 你别听陈雨景那个八语的 说啥就是啥 雪怡在面对江先生的这一顿输出 也不及反而很平淡地说道 试试这个草莓比那天的更好吃啊 说罢便拿起了草莓 江家少爷咽了一口口水 眼看着这草莓 就要味到了江先生的土边 陈雨景赶紧为了守护自己大哥的荣誉 终止了和简先生的谈话 简先生看到有瓜哪有不吃的道理 也陪陈雨景一同前往 二人直接打断了江先生 和顾雪怡暧昧的情 将二人分开 江少一脸不快 四人在交流之际 听到一句高昂的女声 纷纷回头就看到了燕文书 咬牙切齿地要和雪怡单独聊一聊 两个人之间虽然隔了不到两米的距离 但是中间好像横了一座大山 旁边的来宾也在窃窃私语 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 雪怡站着问到身边的陈雨景 啊谁 如此过躁 燕文书肺都气炸了 你装什么 你会不认识我 陈雨景小声提醒道 来人是燕文书燕家三小姐 燕文书看到二人如此情愿 想到陈雨景什么时候 成顾雪怡的人了 还这儿巴金地跟他解释 得知此人来历后 雪怡霸气回应 我还以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黄毛小丫头 没家教 敢直呼我的名字一点礼貌也没有 主母果然不是盖的 三言两语 就直接把她给修得下不来台面 站在一旁的蒋雪惊呆了 随即就表示 我TM的人直接英读识 teacher了 她竟然连燕文书也敢骂 站在一旁受过顾雪怡特殊照顾的江家小少爷 一边偷听 一边想着燕太太 顾姐姐 大嫂 你倒是动手啊 别光打别人家孩子 自己家的孩子不管不顾呀 燕文书被修得下不来台面 直接一个剑指指到了顾雪 而顾雪怡从头到尾 一个正眼都没有看过她 偏过头问到陈玉瑾 我说错了吗 陈玉瑾随即复合道 没有您根本完全没有说错 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敢挑衅当家主母 主母只是略失小计 就对着她哑口无垠 此刻顾雪怡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看着燕文书一步步向前走去 她向前走一步 燕文书就后退一步 她对燕文书打句道 你这个小丫头还真是有点蠢 陈玉瑾此时想 我丢了 怎么和我想出来的此一个呀 这简直就是纯纯的心有灵犀了好了 燕文书面对顾雪怡 并看向她身后的几个大王 怀疑她们都被灌了迷魂汤 顾雪怡用她犀利的眼睛盯住了燕文书 越过她留下一个完美的背影 和一句你单独跟我过来 顾雪怡将燕文书带到了一个空旷无人地方 刷了一下卡 两个人随即就坐在了沙发上 雪怡低头看着燕文书 不光你生气 我也很生气 燕文书别过头去 谁管你生不生气 一股浓浓的火药未弥漫在空气之中 此时雪怡出手即王炸 没想到你竟然连燕文国还不如 一听到拿自己和燕文国比 那个小脾气的倔劲 挠得一下就上来了 想要据理力争 而此时的顾雪怡直接打断她施法 说到我不管你是不是当真喜欢这个家 还是仅仅为了燕家给你带来的名利地位 如今你的所作所为丢进了家族的里面 但是如果你要是能懂 说明以后还有救 燕文书此刻轻笑了一下 回击到难道你顾雪怡就没有给燕家蒙羞过吗 顾雪怡表示我做错的事 别人只会议论顾家没有把我交好 但是你是燕家的人 你做的这些是只会给燕家蒙羞 燕文书直接背对到哑口无言 但还是说到讲梦的事情不能不解决 如果他肚子里有我大哥的孩子 假如我大哥真的死在了外面 那就是我大哥唯一的姨负责 顾雪怡倒感觉这个小丫头 还是蛮有趣的 扶着自己的下巴 问道以前没有看过你们兄妹情深 如何到现在又关心其他的姨负责 燕文书此刻情绪激动 表示他对自己的大嫂是谁 没有任何的感觉 甚至还更讨厌讲梦 但是孩子是最重要的 顾雪怡脑袋一偏 意思是我还应该谢谢你吧 燕文书被这一下的感谢弄懵了 顾雪怡接着说道 谢谢你更讨厌讲梦 上一秒还在唇枪舌战 下一面就被弄得小脸通红 燕文书也没想到 二人吵架吵着吵着顾雪怡 会突然夸自己一声 这让他有些错不及防 燕文书被夸得脸磨了起来 说到我没有夸你的意思 你不知道那我就直接告诉你 只有我大哥的基因 才能够配得上继承燕家 而燕家手握的东西太多 需要找一个基因 更加优良的人来继承 所以那个孩子无比重要 听到这里顾雪怡感到非常无语 看着眼前眼泪汪汪的燕文书说道 你们确实比你大哥要蠢一点 雪怡起身解释道 每个人的基因都是不同的 有生来就是普通的 也有生来就是天才 但你应该都明白 蠢是可救的 随后轻轻地抬起燕文书的脸 替他擦拭眼泪说道 努力令自己发光发发热 比一头扎进自暴自弃的堆里 做数不尽的蠢事要更好 说完便又留给燕文书一个完美背影 飞门而出 让他自己想清楚了再过来 顾雪怡直接关上房门 而陈于景此时就在外面捧后的 顾雪怡回给了陈于景一个明媚的笑容 有件事需要麻烦陈秘书一下 陈于景好奇地凑了过来 没想到顾雪怡这个明媚的笑容下面 藏了一张非常狠辣的心 取消近三个月内燕文书订的一切计票 准备把燕文书关在国内 然后并且顺便鼓励了下陈于景 我相信这样的小事 陈秘书能轻易办好 陈于景对这毫无技术含量的陶冶炮弹非常适得消 于是笑着答应了下来 顾雪怡真是当代的训犬大师 比马人稀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顾雪怡和陈于景说着说着 就走到了宾客厅 他推开门以优雅端庄的姿态站在了门口 并且顺手举起了一杯香槟和那些富家太太富家公子相互寒暄 说是寒暄其实就是单方面的被夸奖 而他此刻内心想的却是 燕文书脱离燕家管教太远了 要先调教几个月再说 不过今天从燕文书的嘴里还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这小姑娘心机成组还是太浅了 想着想着她的眼神就落到了江家少爷的身上 他举起杯子注视着江家少爷 江家少爷被盯得小脸疯红 江少你这么害羞不要命了 真是一个纯情好骗的小男生一枚啊 前脚刚教育完自家小辈 后脚就当着老公秘书面和帅哥眉目传情 正当江少爷被雪仪看得满脸的疯红时 一旁的秘书把这一幕尽收眼底 身后的小弟不解风情的问道 那位没有邀请函的蒋梦要怎么处理 陈玉瑾说道 那既然没有邀请了 不就很好处理了吗 此时小弟仿佛看到了陈玉瑾的狐狸尾巴和狐狸耳朵一同摸出来 而此时的蒋梦站在宴会上 一个熟人也没 接受的目光竟是鄙夷的轻蔑之下 随口便纷纷议论着他 突然头顶上方传来一声这个小姐 蒋梦认为是自己的曙光来往 没想到回头一看 竟然是一群保安站在那 正在请他离开 蒋梦还口口声声地为自己辩护 说道自己是三小姐的客人 如果要是将自己赶走 他便要立刻撒泼打滚起来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蒋梦下次出现的时候记得带着 保安不分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他的嘴捂上 拖着就走不带一点含糊了 而蒋梦也想全完了 我直接English Teacher了 明天的头条可怎么办啊 我的脸也全丢光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真是想活想入魔了 随后他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被直接拉到了门外 整个会场似乎都随着他的离去 干净了不舍 一段时间之后 顾雪怡结束了宴会的招待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脱下衣服坐在沙发上 常常呼出了一口气 应酬可真是累人 他感受着寂静的夜晚 想到燕文家这会儿 应该在剧组 难怪这么安静 于是他随手拿起了手机 打给了刚看着他和江少爷 眉目传情的陈秘书 刚回到家的陈秘书衣服 都还没来得及脱 便匆匆接起了电话 顾雪怡那边开口 就问到剧组离岛的电话 好像小孩跟爸爸找妈妈一样 陈于景心想 他可真是把我当工具人使唤了 这个工具人还兼职保姆加秘书 虽然心里这么想的 但是他手上倒是很勤快 将号码找到并发给了顾雪怡 之后二人都没有挂掉电话 气氛就这么尴尬的停着 而陈秘书的胸膛里的心脏 仿佛要跳到了死地 顾雪怡率先开口说了一声 陈秘书 女人深夜给老公秘书打电话 问他要另一个男人的电话号码 陈秘书痴痴的听着女人的声音 今天辛苦了 陈于景身体一僵 不等他回应就听那头滴滴的到了声晚安 随后对面便挂断了电话 陈秘书摘下眼睛露出了痴痴的笑容 随后在心里轻声应了一声晚安 而另一边的顾雪怡拿到号码后 发了一条短信给李导 希望他多照顾艳文家 要是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举动 一定要及时通知自己 顾雪怡安排好一切后疲惫起身 随后缓缓脱下繁重的礼服 很快传来浴室花花的水声 这十艳四刚回家就被艳文书挡住去了 你去宴会了 几点结束的 九点半 这么早 还不是顾雪怡说他要早睡 因为要早睡 是吧 不是我一个人疑惑震惊吧 看到你这呆呆的迷惑表情 我终于平衡了 这么不靠谱的要求 简先生和江二还有陈秘书 居然都听顾雪怡的 竟然真的在九点半准点散场了 艳四满脸担忧 喂 你去找顾雪怡吗 此刻大嫂刚洗完澡就听到敲门声 他一边擦拭头发一边打开房门 嗯 什么事 女人如出水浮龙般美丽 头发还滴着点点水滴 艳四咽了咽口水瞬间满脸羞红 连忙别开头 没 没事 真没事 那我吹头发去吧 艳四背部深小声询问 那个 艳会 顺利吗 很顺利 嗯 懂得关心人了 有长进 艳四脸更红了 他这是在夸我吗 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我 你等我一下 去拿个东西 他干嘛把手藏到背后 嗯 他不会 不会又拿皮带准备抽我吧 把手伸出来 诺 这是奖励 奖励 给我的 艳四正正的看着手里的星星凶章 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奖励 随后攥紧手里的奖励小脸微红 而另一边的影帝根本没心思拍戏 一会儿看看大嫂有没有发信息 一会儿又看一下关于大嫂的新闻 大美人 一个打扮温婉动人 嘴角还带着礼貌的笑意美人 转头就把人差点摁死在水里 再看到下面帖子艳文家差点气死 大嫂不仅亲自出去接姜二 还特意拿了颗草莓给姜二吃 哼 结果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草莓 这次宴会还特意送草莓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我是觉得这个CP有点好吃 更有人说在一起 毕竟艳总和蒋梦早就有一腿了 艳四反手就给他来了举报 这种乱组CP简直太讨厌了 那个女人才不会喜欢姜二 男人在非洲枪林弹影 可妻子却拿着她的付卡疯狂购物 而这滴滴滴的扣款信息 却成了男人炮火日常的甜蜜 萨姐转身进入冰淇淋店 很快老公就收到11元扣款 想象着妻子轻咬一口画面 瞬间融化了炮火带来的所有疲倦 萨姐吃着第99个冰淇淋 店员询问她是否需要再次兑换积分 下次吧 等家里的孩子表现好了再换 而她口中的四公主 此刻正如获之宝地捧着大嫂送的徽章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奖励 也是第一次有人给予她肯定 整个人拿着徽章臭屁的不行 我突然很想知道 要是满大街的小屁 还拿着同款徽章向她炫耀 四公主会不会哭着向大嫂撒娇 三姐双手撑着小下巴 我们来聊聊宝新的项目吧 太太对这个感兴趣 三姐小手拖着塞 认真且严肃 厌世不能倒闭 因为我过不了贫穷的生活 一个子公司而已 就算倒闭也影响不到厌世根基 我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 陈秘书狐狸也迷了名 也许她能创作另一个奇迹 等下我跟简总会去宝新 太太可以和我一起 毕竟巡视厌家产业是您的合法权益 好吧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正好午饭时间到 燕家食堂有什么值得推荐的食物吗 随后两人来到食堂边 陈秘书把好吃的都介绍个遍 哇 老板娘爱 没想到本人比电视上美这么多 难怪陈总亲自当向导 这也太有排面了吧 有方便携带的特色小吃吗 当然 太太这边请 很快简总开车到楼下 萨姐随手递上小纸包 简先生下午好 这是燕家食堂的特产小吃 您可以尝尝 男人心中一暖 这东西倒是独特 感谢燕太太惦记 则则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在送礼物这方面很有天赋 简总不缺钱不缺事 反而是这种不带目的的小东西 更显心意 有一种时刻被人惦记的友谊 三人转身上了楼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催得紧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燕太太不好啊 我们刚刚发现 二少的助理在网上订了苹果的跳伞票 萨姐挣了正心神 这倒霉孩子又忘了上次的教训 女人正准备去视察公司财务 就接到小叔子要去死亡苹果跳伞的通知 可随着老公失踪的时间越来越久 各方势力早已安耐不住 萨姐本就焦头烂额忙到深夜 却还要给燕家那几个小魂球收拾烂摊子 陈秘书心疼的望着这个聪明而坚强的敏人 太太不用在意 二少失踪是常识 他要去屏鼓跳伞 屏鼓 从一万一千米高空往下跳 确定不是作死 听说上个月还有五名游客差点死在那里 文言简昌明瞬间涌起一股无名怒 我这就让保镖去把那小子抓回来 不用 这孩子天生反骨 要是这么简单粗暴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不如把他直接扔平鼓里摔死 他以前是这样的吗 陈秘书满脸宠溺早已见怪不怪 萨姐气冲冲的下楼 很快几人来到宝心门口 萨姐闭眼搜索着原主的记忆 裴立新 宝心的负责人 他的丈夫是燕朝的书工 可惜原主和他没有接触 所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快到达会议室 一群员工早已等在那里 黄毛瞬间眼前一亮 陈总好 随后静止越过顾雪仪 哎呀 这不是简总吗 什么松把人吹来了 实在是令我们同地生辉啊 萨姐挑了挑眉 低劣的下马威 陈秘书礼貌的打了个招呼 随后表示他只是陪太太过来瞧瞧 黄毛没想到陈总居然对顾雪仪这么礼貌 瞬间露出职业假笑 呵呵 原来是太太想过来看看 可太太来看什么呢 这里既不制造化妆品 也没有首饰和包包 恐怕没什么好让太太逛的呢 萨姐眼神瞬间凌理 这难道不是燕家的产业 当然是 随后缓步上前气场全开 那我是谁 黄毛吓得连连后退 燕 燕总的太太 萨姐气场两米八 那我有来这里看的权利吗 黄毛笑容将在脸上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咄咄逼人 仿佛比面对燕潮时还吓人 这就对了 哪怕这里是造火箭的 我要是哪天想过来看看 那也看的 黄毛紧咬后槽牙 却不得不摆出一副讨好的笑脸 去把财务记录拿过来 我要看账单 责责 果然是个一窍不通的笨女 这就比较好对付 不好意思啊太太 这个不能随意拿出来 不仅是我们 连您也要坐牢的 那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给我看的 工程计划书吗 嗯 抱歉 那个也不行 萨姐双手还凶 佯装不悦 这也不行 那也不许 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现在立刻带我去仓库 这女人搞这么多 感情是来我这里过太太 丈夫还没死 竟是提前跑来清点燕潮的遗产 好 我带您过去 陈秘书见一切按计划进行 愉悦的眯了眯狐狸眼 我和简先生在这边喝茶聊点事 太太慢走 黄毛瞬间洗上眉梢 果然 这两位大人物是被迫陪她来 对付这种愚蠢的女人 随便糊弄糊弄就行 明明规定只能白天跳伞 可男孩却非要晚上去 只因她觉得夜景会更美 急得大嫂连夜赶过去 直接一脚把她踹下直升机 特喵的 想死老娘成全你 本来老公失踪 公司正面临倒闭 而且问题明显就出在高层 所以萨姐此刻正与负责人周旋 太太 这里就是仓库 看着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 萨姐对艳势集团的庞大又多了一份认知 还好之前查阅了保新的资料 从而知道公司的主要经营 便是承接来自官方的大型基建项目 可想而知里面的谁有多深 一旁的女人见萨姐走马光花的乱看 瞬间安定不少 这个仓库陈秘书和简祖不能看 但顾雪仪可以 因为她看不出问题 也带不走东西找别人看 所以不会暴露任何秘密 走吧 这么快看完了 果然是个花瓶 恐怕连集装箱上面的字都不认识 更别说货里的秘密 陈秘书走了 还要去庆盒看呢 陈秘书和简总早就被他们闹得烦不胜烦 这时萨姐的声音简直是天籁 两人立马起身 萨姐眼神适宜 简先生就不用一起去了吧 男人立马接到信号 燕巢不在 我得替他护着点燕太太 两人精湛的演技 很快骗得敌人放下戒心 果然是来清点燕巢的遗产 那就没必要担心 随后笑容满面的将他们送下了牢 跟简先生告别后 陈秘书忍不住提点 那个女人不麻烦 麻烦的是躲在她后面的老乌龟 这个事不解决 燕家这笔生意就做到头了 不过太太也不必担心 回头就见完全没在担心的某人 呃 还是一如既往的有主见 喂 李导 我现在过去 去剧组 那我送你 脱口而出才意识到自己太过积极 我着急忙慌的迎了过来 哎呀 燕太太您终于来了 这是跳伞点的负责人 在哪里跳伞 给我准备一份 我也要跳 陈秘书一把拉住她的手 你疯了 手上的青筋显示着她此刻的着急与害怕 你不能去 这太危险了 而另一位当事人正惬意的泡温泉 看着凌晨一点的跳伞闹钟 男人才缓缓起身 很快准备完毕 她兴奋的坐上直升机 美丽的夜空变得触手可及 果然 亭谷的夜景比白天更美 深吸一口气 教练 我准备 好字还没说完 突然被一只小脚狠狠地踹了下去 猝不及防的失重感 瞬间洗满整个大脑 心跳顿时升到顶点 啊 卧槽啊 不带这么玩的呀 俺还每天凌晨一点 都会跑去死亡峡谷跳伞 可大嫂不紧不劝阻 反而穿着睡衣陪她一起跳了下去 然而就是这一夜 男孩再也不敢替跳伞两个字 就在刚刚 男孩张开双手正准备跳下飞机 这时突然伸出一只小手 死死地拽住她背后的安全措施 就这样 燕二如同小鸡一样被人拎在半空 直到降落伞成功打开 她才晃晃呼出一口气 随后害怕地睁开一只眼睛 正准备向教练表示感谢 回头却发现大嫂绝美的身影 燕二震惊得就像燕二 你怎么敢 这里可是一万一千里的霞 搞不好会死人的 大嫂没空听她嗶嗶刀 因为降落伞正在奇怪地往下掉 随着降落伞晃晃悠悠落地 燕二才敢大口喘气 你怎么会和我一起跳下来 因为我叫他们把你踹下飞机 可他们不敢 所以我只好亲自动手 燕二瞬间没爱了 果然是大嫂 人狠话不多 看样子还没进行 要继续吗 燕二嘴角抽了抽 嗨 来嘛 可心中却不服输地较劲 好啊 谁怕谁 就在这时 萨姐看到一旁傻愣愣的陈秘书 小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陈秘书 你怎么了 现在都凌晨了 你不回去吗 男人这才从震惊中回神 耳朵在认真听 脑子却停留在萨姐张开双臂 急速下坠的身影 一瞬间 大脑和灵魂如同被分成了两半 仿佛自己也纵身跳下般的刺激 它是那么的肆意而张扬 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这强烈的视觉冲击 瞬间击中陈雨景的心灵 心跳疯狂加速 热血直冲头顶 那种高度紧动的危险感还笼罩心间 面上已经失去表情管理 那什么 我不回去 没看见你安全到家 我就算回去了 也会焦虑不安 既然不想回去 那你就去车里等吧 这里太冷 别着凉了 陈秘书想要叫住她 可大脑却冒出其他想法 她试图说服自己 你没有权利去管她 也不应该去管她 而另一边的燕二 又被愉快地踹了下去 就这样 接着上去 接着踹 终于 燕二忍无可忍 死死巴住舱门 姐 我知道错了 别踹了 萨姐露出慈爱的微笑 紧接着 狠狠地补上一脚 燕二身无可恋 直接选择摆烂 算了 就这样吧 随后脑海中 回荡着这些年的冒险 不管是深海潜水 还是徒步穿越沙漠 更甚至是 独自去雪山 与熊二亲密接触 可无论她怎么冒险 都无法从中感受到 生命存在的意义 她从来都是孤独的 而今天 第一次有人和她一起 不畏生死 只是陪在她的身边 此刻 胸中的愤怒和冷意 瞬间有了消散的出口 再次睁眼 屏股的夜色 显得越发美丽 随着第一缕阳光缓缓升起 如同温暖拥抱着大地 顾雪怡 太阳要升起来了 而那抹温暖的光 仿佛迎接着她的心声 很快降落散滑行落地 小脚踩在地面的踏实 她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还玩呢 不玩了不玩了 夜二头摇得像波浪鼓 我严重怀疑 你就是想找机会踹我 那可不 多踹几次 让你一次爽得够 如果还觉得不够刺激 你可以试试 从屏股最高的那个山坡上 直接跳下去 男孩色缩了一下身子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不玩了我真的不玩了 见她终于开窍 萨姐疲惫地露出一摸微笑 好吧 那我们回家 我在车上等你 要是三分钟没见到你 我会认为你对这里恋恋不舍 那我便舍命陪君子 直到明天的太阳升起 男孩吓得一击灵 害怕地抱住弱小的自己 知道了 我立刻马上回家 再也不玩跳伞了 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有早点拿皮带抽小树子 男孩明明是星图璀璨的顶流影币 可她却偏偏把生命当游戏 而萨姐为了体验她的体验 竟然提前三个小时来到死亡峡谷 就是为了同她一样 不断感受跳伞带来的恐惧 然而等她跳了九九八十二次 才发现自己早已冻得全身冰冷 突然一个水杯递了过来 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萨姐双手捧住杯子边缘 慢慢地喝了一口 瞬间 一股暖流游过全身 你的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我以为你天生胆子就大 随后伸长了脖子 微微靠近 你刚刚说也怕 所以陈秘书怕跳伞吗 陈雨景小脸微红 腿边的大手无措地抓紧 她这副充满好奇的少女模样 令陈雨景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 掩饰性地推了推金丝眼镜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咦 陈总也在啊 是的二少 我一直都在 第二没猫拧的都快打架 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你有话要说 没有 回家 心里却早已将陈雨景骂了遍 有个多余的人在 还说个屁 而陈雨景明知道她有话说 但这会子 她就是不想给别人疼地方 既然不说 那就憋死她吧 萨姐坐在两个美男中间 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而燕二的眼刀都快甩到天上了 陈雨景则微眯狐狸眼 轻轻松松格挡 很快来到燕家别墅 说吧 什么事 你 你三个小时以前就到了死亡霞 不仅去训练了 还跳了很多次 为什么 因为没跳过 萨姐说的是实话 在古代哪里会有这玩意儿 而燕二却以为 大嫂都是为了她才这样 顿时 整个人都陷入了焦躁中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到屏股来找我 又为什么跳那么多次 萨姐盯着她的眼睛 语气柔和 要去评价你玩的东西 当然应该先去体验过 才有资格评价 燕二呼吸一致 从来没有人在乎过她 也没有人为了她做这些事情 她瞬间感觉 空荡荡的五脏六腑 缓缓卖延着暖路 仿佛春暖花开 一切妙不可言 那 那你现在怎么评价 还怎么评价 特喵的 老娘骂你都是亲的 就应该拿皮带狠狠抽你一顿 燕二刚刚生机昂扬的鲁脏六腑 一秒倒流了回去 而萨姐懒得理智傍蠢 转身回房睡觉 困死了 再不睡觉要长痘痘了 可第二天刚醒来 就又遇到一个麻烦 只是跟小姑子打了个招呼 救下的小妮子冷汗直冒 原来以前的大嫂 不仅不会主动跟她说话 就连骂她都是仁慈 甚至拿皮鞭抽她都是常试 呃 今天是碰到了一个假大嫂吗 看着我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吧 燕四眼神闪躲 害怕挨揍 那 那件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你认为呢 燕四瞬间警觉 她这是在考我吗 后悔没有一点用 你要想的是 接下来该怎么做 燕四低着头不敢看她 我大哥不在 你就是燕家太太 我不应该带着那个女人 去宴会闹事 更不该 纵容她搞逼宫的戏码 萨姐轻叹一口气 这小女子从小缺乏正确的引导 脑袋不仅简单 还蠢 她说什么你就信 你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吗 当时 师出紧急 紧急 难道你跑慢了 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说到底 她不过是拿你准了 你对我的厌恶和偏见 燕四腾的一下战起 我被人当强使了 好你个假冒 居然敢利用到我头上 随后拎起包包就准备去干假 我现在就去弄清楚 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 大嫂只是随意提点了一句 暴躁小姑子瞬间醍醐灌顶 特喵的 粉毛绿茶居然敢拿老娘当枪使 看我不把你头发给转下一大把 一旁的大嫂笑了 淡定看着她往外冲 这年头 小姑娘总要自己去撞一撞南墙 才知道 不是谁都会捧着她 这小女子大大咧咧 没有一点算计 也该出去锻炼锻炼 随后拿出手机 哒哒哒的编辑信息 很快陈秘书的手机响起 昨天辛苦陈秘书了 苹鼓的凌晨很冷 要注意休息 如果有需要 可以熬一些姜汤强身健体 陈秘书顿时眼神变得温柔 姜汤嘛 没喝过 但可以试试看 而此刻的萨姐也没闲着 刚发完信息 就叫人准备一套笔墨纸念 她要尽快解决公司的事情 很快将仓库看到的一切罗列好 突然门被缓缓推开 燕丝随意扫了一眼 今天难得这么安静 燕文家那家伙终于进剧组了 天天跟我抢大嫂 讨厌死了 把燕文输的号码给我 大嫂突然出声 吓了燕丝一大跳 呜呜 大嫂怎么在家 刚刚怎么没看见 终于回神 赶紧把号码发了过去 萨姐正想问问那边情况 对不起 而此刻的燕文输 正接到粉毛绿茶经纪人的电话 燕小姐 梦梦她想不开要自杀 燕文输牙齿咬得哥哥想 是吗 把地址给我 而另一边的粉毛剑计划成功 赶紧商量接下来的套路 燕文输人蠢还冲动 只要你拿孩子做筹码 她肯定想也不想的 就会保护好你 这样 简柄对你是燕朝的情人 就深信不疑了 粉毛抱住弱小的自己 不明白自己 怎么就被骂上了热搜 梦梦不好了 燕文输居然骂你 距离演技没长进 生活里演技进步神速 我们昨天才发文 跟燕小姐是朋友 她转头就发文打脸 而且还配图 顾雪怡才是燕太太 粉毛绿茶气得差点流产 燕文输明明很讨厌顾雪怡 怎么突然又把她当大嫂啊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响起 燕小姐你终于来了 燕文输懒得听她嗶嗶 直接甩开女人冲了进去 想梦呢 出来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 随后一把将粉毛绿茶拖下床 在我面前演戏很有成就感 老娘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而一旁的经纪人不仅不阻止 还拿着手机使劲录像 只要剪辑一下 就能将局面换一个样子 燕文输顿时火冒三丈 一巴掌将手机拍飞 还敢偷拍我 老娘这就让你见识一下 二为什么这样红 随后一把揪住女人的衣领 吓得一旁的粉毛绿茶呆愣在原地 想梦你傻站着干嘛 快打电话给那个人啊 很快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了进来 哟 这不是曹总吗 你就是粉毛绿茶的肩夫 燕小姐话可不能乱说 我只是听说有人骚扰我们公司的艺人 所以过来看看 这边两人剑拔弩张 而另一边的撒姐 见燕文输电话不接 短信也没看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小女子不会连粉毛绿茶 那种手段拙劣的人都搞不定吧 正好仓库的报表也做好了 不如去找陈秘书想办法 随后发信息询问陈秘书有空吗 我回到燕市一趟 陈秘书正喝着萨姐说的姜汤 愉快地回了个好 萨姐很快来到燕市大楼 进门就看到简先生也在 简单打过招呼 萨姐也不把他当外人 陈秘书 燕家的手机安装了GPS定位吗 有是有 不过定位有没有被他们拆除就不知道了 你要找谁呢 查一下燕文输的定位 陈秘书转头对身后的助理吩咐 你立刻去 就在等待的时间里 萨姐拿出刚刚写好的仓库报表 瞬间惊验到两人 哇 燕太太也太厉害了吧 这次比我的链字贴还牛逼 而更震惊的是 她只去仓库看了一眼 就罗列出这么详细的库存报告 这也太逆天了吧 太太 三小姐的定位找到了 人只是看了眼热搜 顿时感觉不妙 因为小姑子不仅发微博嘲讽讲梦 还让人将她骂上热搜 更是单枪匹马打上门 真是鲁莽 至少带两个保镖再去 随后放下手里的工作 陈秘书 有保镖能借我用一下吗 陈与锦刚反应 简先生就先开了口 我的能借给燕太太 多谢 那麻烦陈秘书把讲梦的地址发给我 一旁的简先生尴尬 想梦 燕朝的情人 这是要上演正宫打上门 而陈与锦并未多问 只是临走时 把自己身边的保镖都给她带了过去 而此刻的燕文书 刚收拾完粉毛绿茶 就看到她的肩膚也过来了 可不等燕文书开骂 男人却倒打一耙 怎么 燕家这是不想认账 特意叫你来闹这么一出 砰的一声 杯子砸了的吸水 好你个燕文书 就不怕简家的暴露 且一个坠续也敢代表简家 就你这狗东西 也敢在老娘面前叫嚣 不仅搞大了讲梦的肚子 还敢家伙到我大哥头上 看我燕家怎么收拾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过 你们这样简锐知道吗 看样子还不知道吧 可她很快就会知道了 文言粉毛绿茶瞬间慌了 一把抱住燕文书的腰 不能让她告诉简锐 否则我们都会一无所有 这时 男人也不再掩饰眼里的恶意 那就请燕小姐留在这里做客吧 燕文书吃笑 怎么 你们还想杀了我 就冲你这危险的想法 那等着你们的就不仅仅是身败灵灭 而是碎尸万段 看来燕小姐还没搞清状况 那我不妨教教你 港市那边 是怎么控制不听话的女明星 男人缓缓靠近 声音如丝 首先她们会往她的身体里注射药剂 然后给她们拍裸照 这样啊 她们急不会死 还会变成一条听话的狗 让她拍什么就拍什么 让她陪哪个老板就陪哪个老板 你敢 我大嫂不会放过你的 燕文书嘴上倔强 但她是真的吓到 她从来没想过人心会这么坏 而她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懦弱的男人 她一把捏住她的下巴 恶狠狠地盯着她 你试试看 就知道我敢不敢了 很快燕文书不仅被绑住双手 嘴巴也被塞了一个球 完蛋了 大哥失踪 燕二和燕四也从来不关心她的死活 就连大嫂也不喜欢她 我竟然糟糕到没有一个人会来救命吗 燕小姐别挣扎了 很快 你就会爱死这种感觉哦 看着越靠越近的针头 燕文书瞳孔猛的针大 大嫂救命啊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可能是摄影师过来了 我去看看 顾雪怡 她怎么来了 再看到萨姐只有一个人 男人瞬间起了狗胆 嘿嘿 果然是皇城第一美人 既然自己送上门了 那就一起留下吧 随后换上一副和蔼的笑脸 拧了上去 萨姐懒得理会 燕文书呢 男人一边将门锁上 一边温柔细语 燕小姐在里面呢 好像跟蒋梦闹了点矛盾 所以我这个老板就过来瞧瞧 看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 嘴巴在逼逼刀 而她的手却悄悄地摸上了一个花瓶 燕文书着急地不行 可嘴巴被高尔夫球堵住 只能祈求大嫂赶紧跑 就是一脚 萨姐缓步向前 抬腿 鞋踢 砰砰两声俱响 动作相当漂亮 随后稳稳接住下落的花瓶 哇 大嫂好帅 就在这时 四个黑衣保镖破门而入 他们先是看看萨姐 再看看地上的男人 呃 再慢点 是不是可以拿碗来吃洗了 突然地上的男人熬得一嗓子醒来 你你 想怎么样 我可是简锐的老公 简锐很爱我的 很好 那我要问问简家 要怎样给燕家一个交代 女人一把捏住恶霸的手 随后捡起地上的针 紧接着不挑地方的扎了下去 刚刚就是你欺负我家燕文书 男人吓得冷汗直冒 连连求饶 不是我 是蒋梦恨燕文书将他骂上热搜 所以才找人动了手 我是来救燕小姐的 人家就是人渣 蒋梦都怀了你的孩子 居然还将锅甩给他 萨姐面无表情地拔出针 随后缓缓推动里面的钥匙 液体顺着针头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男人的手臂 这冰凉的触感 吓得男人浑身颤抖 燕太太不要啊 这个不行 你会害了我的 而且简锐那么爱我 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下手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萨姐吃笑 你说错了 简家和燕家结仇 是要看我放不放过他 随后一把揪住男人的衣领 拨通了简家的电话 很快那边传来简昌明的声音 还请简先生联系简锐 叫他来讲梦这里一趟 就在这时 蒋梦捂着肚子浑身颤抖 他一步步爬到萨姐脚边 燕太太 求你放过我吧 我和燕总没有一点关系 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他的 而且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无关 你就放过我吧 萨姐眼神瞬间冰冷 我是燕家太太 她是燕家的小姐 你们将她绑架 还想注入听话水 你居然还敢说跟我没关系 我燕家的人 何时轮到别人这般欺负 闻言燕文书瞬间止住泪水 她在 护着我 就像刚刚进门时 她会脱下大衣盖住我狼狈的样子 也会奋不顾身前来救我 更会像亲人一样的抱着我安慰 如今还要为了我得罪减家 可我以前还对她那么坏 就在这时 门被一把推开 简锐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变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萨姐双手环胸没有半句废话 我要是你 要么与这种货色一刀两断 要么就一次整服 叫她吃一吃苦头 第一次犯错 就应该断她一条生路 再犯错 就剁了她的手指 简锐瞳孔猛的睁大 随后摇了摇头 她做不到 我跟她结婚十几年 如果就这样一刀两断 那不是说明 我当年的喜欢太过凉价 而且她离开 我就会和别的女人好 这不是惩罚她 而是成全她 萨姐见她只是不甘心 这十几年的青春错误 并不是无药可救 但是她换情人比换衣服还快 与其每天掏空心思 去找谁是她的新情人 谁又怀了她的孩子 不如直接斩断霍根 你这样拖拖拉拉 只会苦了自己 要知道 她的痛苦是一时的 但你的痛苦却是永久的 你要是当真喜欢这样的男人 割舍不掉 那就断她生路 当作一条狗来养着也无伤大眼 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还要这般行事 就真叫人看不起了 萨姐随后转身吩咐保镖 先叫救护车 再报警 随后护着验文书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留在这里 协助简小姐处理后续 而简锐此刻还沉浸在 以往的甜蜜中 她是真心的爱过这个男人 可是她一次次的背叛与伤害 实在是令她忍无可忍 简锐深吸一口气 也许大嫂说的对 这种男人 就应该折断她的翅膀 当作一条狗来养 她是九一少女的梦中情郎 却被大嫂揍得鼻青脸肿 啪的一声 皮带狠狠甩在地上 想要找死的方式有千万种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基本 老娘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是基本道德 啪的一声鞭子再次挥舞 小小年纪就觉得生命无趣 想要找到活下去的意义 便拿生命当游戏 也许某天 你就真的死在某个丛林 所有人只会觉得松了口气 有些人死了 他们称得上是活过 有些人死了 那就真的只是死了 脱下燕家的外衣 你算什么 燕二正主 是啊 这是我要的结果吗 我算什么 突然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啊啊圆哥 你的脸怎么肿成了这样 燕二这才从昨晚的记忆中回神 没事 化妆盖盖就行了 你是大明星 无数台高清摄像机疯狂怼脸拍啊 握不疼啊 握没戏 完了完了 圆哥说话都不利索了 要不晚上的活动咱就不去了 燕二一把将过躁的经纪人推开 去准备 经纪人都快哭了 女主蒋梦被抓 男主又这样 燕二听到蒋梦两个字顿时想到了顾雪宜 因为这女人自称怀了他大哥的孩子 立马点开手机 果然看到大嫂的声音 再看到下面的评论顿时脸色阴沉 哒哒哒的手指翻飞就开怼 我一直在想 演技这么烂还这么不敬业的人 是怎么被塞进剧组的 今天终于明白了 Bnet蒋梦热搜与曹家叶本人 微博一惊发出立马秒上热搜 经纪人抱着手机闪现 祖宗 你怎么就这样发博了呀 不知情的网友肯定会说你落井下石 撇关系撇得快呀 关我屁事 燕二头发一甩 又帅又转 随后喝着饮料继续吃着瓜 小手还哒哒哒的狂点 粉丝顿时炸开了锅 我哥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 难道蒋梦进剧组是曹家叶塞的 蒋梦不仅演技稀赖 人品也差 天呐 骂蒋梦居然能收获我袁哥点赞 我我超会骂 让开 我先来 叶二反手就给他们统统点了个赞 经纪人正要擦一下额头的汗 凑近一看差点吓得跳起 袁哥你这是要带上九亿粉丝去骂蒋梦啊 他欺负我大嫂就该骂 臭不要脸的 而此刻的大嫂正护着燕文书准备去医院 虽然他赶到及时 但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总是安心些 外面有记者 我先送你上救护车 外套等上了车再拿下来 随后来到警察面前 首先举报蒋梦 曹家业绑架 危害他人人身安全 其次怀疑他们贩卖为禁品 已经有不少人受害 最后表示 店家会协助警方找到曹家业的卖家与上线 电文书悄悄探出脑袋 看着大嫂有条不紊的解决所有问题 心里顿时升起了一团火焰 我想要成为大嫂这样的人 聪明果敢 肆意而张扬 最重要的是 还能暴打坏人 而此刻的坏人正跪在简锐面前痛哭流涕 瑞瑞 你不能什么都听顾雪姨的呀 你忘了吗 十七年前是我救了你啊 我是爱你的呀 瑞瑞 把她的嘴堵住 简锐疲惫的闭了闭眼 她已经被这些话捆绑了太多年 也许大嫂说的对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自己一味的忍耐 她才会肆无忌惮的随心所虞 从而仗着自己的喜欢为非作戴 然而事情还没完 如今热搜发酵这么快 要是处理不好 简家和燕家将会站在对立面 与此同时 正在上课的燕四也点开了热搜内容 刚开始还以为是大嫂和简锐起了争执 再看到大嫂居然上了救护车 燕四瞬间不淡定 她猛的站起 全班同学吓了一跳 这位同学 你又怎么了 燕四满脑子都是大嫂上了救护车 她是不是受伤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她就心头狂跳不止 拽起书包就往医院跑 完全忽略了燕家千金被绑架的字眼 女孩气冲冲的跑去干假 大嫂不仅不阻止 还让她下次多带几个保镖一起去 燕文书嫩嫩的抓住被子不敢吭声 吃亏了吧 当真是连个大小姐都不会做 下次如果遇到这种事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其次要上门要武扬威 必须多带几个保镖镇场子 我 我知道了 突然门被一把推开 男孩着急的大喊着不许 萨姐疑惑的看着来人 你怎么在这里 今天不用上课 燕四见大嫂没事终于松了口气 我就是 就是顺路 随后小手扶着肩 我打球撞到腿 所以才来的医院 才不是特地来看你的 大嫂以为孩子真的受了伤 如是提醒她先去照个CT或X光 一旁的燕文书看不过去直接开队 我看她不像是撞到了腿 而是撞到了狗脑袋 燕四这才发现 自家姐姐躺在病床上 你怎么在这里 燕文书就很燕文书 所以说揍弟弟要趁早 不然看得建奏不着就很气 萨姐见状赶紧转移话题 简家跟燕家交好 曹家叶才不敢下死手 你又说什么傻话了 逼得两人狗地跳墙 我就是说了实话呀 对他们这种人讲出事实 就如同在戳他们的心窝子 燕文书仿佛犯错的小孩搭拉着脑袋 那 那我下次不说了 燕四削苹果的手一顿 转性了 下一秒就收到老姐的死亡凝视 得 欺负弟弟是刻进了骨子里 萨姐见两人又开始了 只好把话题再次拉回正轨 没有让你不说 要戳别人的废管子 也要有嚣张跋扈的资本 随后搓了搓她娇嫩的小脸 仗势欺人都不会吗 对付坏人 直接叫保镖上去揍一顿就好 何必让自己陷入险境呢 我 我明白了 就在这时萨姐的电话响起 喂 你是 燕二七的头发都死了 臭女人 连离岛的号码都存了 居然没存我的 如果不说话我就先挂了 别挂 我是燕文家 今天戏拍的怎么样 而点赞点了一整天的某人 回想起今天做过的幼稚举动 她为了帮大嫂出气 每一条骂讲梦的热搜 她都亲自点赞开丝 吓得经纪人头发都掉了好几根 我的哥呀 您这样开丝粉丝会脱粉回彩的 立马拿过手机查看 居然被惊得冷汗直冒 我没看错吧 怎么长了六百万粉丝 比隔壁南向晚涨粉速度还牛逼 燕二无语 骂人怎么还带涨粉的呢 本想打个电话给大嫂臭屁一下 没想到她连电话号码都没存 自己安抚好自己 还是问出了一直担心的问题 新闻是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吗 没有 进医院的不是我 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挂断的声音 既然知道新闻 她不关心燕文叔吗 一旁的燕文叔早已习惯 是燕文家吧 萨姐神情严肃 你要叫二哥 切 她算个屁 下一秒某种威压迅速蔓延 姐弟俩瞬间听话 很快回到家里 燕文叔缩在沙发上睡不着 大嫂不紧救了她 还将坏人揍趴下 更是欣细地保全我的颜面 就像一个大家长 将一切问题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全身散发着令人幸福的魔力 我一定要成为像大嫂那样的人 而此刻的大嫂刚吩咐 庸人注意小姐的情况 随后就收到燕文家求表扬的信息 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而另一边的燕二件大嫂信息迟迟不回 是我拍的不够多吗 肯定是这样 燕四都有大嫂送的奖励 我却连个回信都没有 不行再拍两场 而同一时间 姜二正着急地拨着萨姐电话 她怎么进医院了 是不是受伤了 大嫂只是化了个妆出门 小姑子就以为她要跟男人私奔 燕文书快速拦在大嫂面前 陈秘书又来接你出去吗 萨姐看着小心翼翼的小姑子心中疑惑 嗯 参加一个宴会 有什么事 没想到小姑子顿时露出被抛弃的小表情 萨姐以为小妮子刚经历了绑架 肯定是被吓坏了 不料小姑子想的确实 大哥失踪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而大嫂又那么美丽动人 就连以前一直讨厌大嫂的陈秘书 都主动替她提群板 更别说大哥的死对头 江家总裁天天上赶着往自家跑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她是冲着大嫂来的 完了完了 那她是不是就不再是我的大嫂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 燕文书顿时泪流满面 而大嫂见孩子胆小的模样不由得心疼 果然是被曹家业那混蛋吓坏了 如是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 燕文书顿时有被安抚 哪里还管得上大哥头顶绿不绿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惦记萨姐的钻石王老五远不止这样 简锐大清早就跑去跟小叔叔告状 顾雪仪不仅叫她断了曹家业的生路 还让她将那个姓曹的当狗养在身边 本以为身为男人的简昌明听了会心里不舒服 不料她居然夸顾雪仪头脑清醒 开口有力还非常聪明 况且以我们简家的身份 你如果真的喜欢曹家那小子 就当条狗养着也没什么不行的 还有你什么时候上门道歉 简锐想说点什么又不敢反驳 我不知道燕太太和燕小姐喜欢什么 简昌明推了推金四眼镜 燕太太是个直爽的人 你不如直接问她 简锐一正 还有这操作 要送礼 还自己先去问人家想要什么 话说小叔叔什么时候这么了解燕太太 不等她回神 男人却用手抵在唇边倾咳两声 问到了就过来告诉我 简锐满脸问好 什么情况 而男人假装看书 却没发现书是反着的 而另一边的萨姐刚出门 就发现陈秘书在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 她一见萨姐过来 立马绅士地拉开车门 并贴心地提醒她注意脚下 紧接着 一边讲述今天的宴会资料与人物关系 一边屈膝帮她整理拖地的裙摆 另外还不忘提醒 裴立心表面为弟弟过生日 实则是有话要跟你说 萨姐早已预料 不过今天还得演一出戏 让她以为我是一个只认前好摆布的人 很快来到宴会大厅 黄毛姐弟两边热情地迎了上来 很快男人目光就定定地落在萨姐身上 她害羞地挠了挠头 随后便热情地伸出了手 不料萨姐头发一甩 将傲慢与刁蛮演绎到极致 随后直接忽视两人朝前走去 今天除了我 今天除了家里人外就是康康的一些朋友 您才是这里最尊贵的客人 萨姐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想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看重和亲近 然后给点好处再拉拢她 就这手段 老娘在古代一天经历八百回 而黄毛越演越热情 还以为萨姐就是个爱摆架子的花瓶 众人举杯欢庆 现场气氛瞬间达到了顶点 不料萨姐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只是随意开口就让她无言一对尴尬到扣底 这枚蓝宝石钻戒架之上 大嫂却随手送给小姑子当玩具 一旁的女人吃笑 果然是个草包 随后端着红酒缓缓向前 紧接着酒杯便倒在了萨姐身上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萨姐早已预判了她的预判 虽然只被弄脏一点点 但萨姐还是拿出了两米八的气场 你们请我上门 主人却不在家中 是因为燕朝不再故意怠慢我吗 现在又整出这些 你们是想造反 黄毛绿茶下的一击灵 不是 我们没有 老燕只是赶不及回来 那就是在国外了 原来萨姐参加这个宴会 就是为了套出老公是否还活着的消息 不料黄毛绿茶嘴巴比心还硬 不仅没透露半点信息 还捧来一个精致的盒子 准备收买萨姐 随着盒子缓缓打开 萨姐勾唇一笑 我喜欢这个东西 黄毛绿茶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果然是个草包 只要给她一点利益 就能让她替自己办事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不是应该自己站在最高点之道 怎么好像一直被顾雪仪牵着鼻子在跑 而萨姐此刻正想找机会多套点信息 如是同她一起来到二楼雅间 黄毛小心翼翼地讨好 这些都是刚送来的新款 我给太太找一套合身的鲜换下来 不料萨姐根本不吃这套 你端盆水来 给我一点点擦干净 然后再拿吹风机来吹干 那女王气场简直不要太霸道 竟直接拿黄毛绿茶当丫鬟使唤 黄毛强忍怒火恨不得将衣服扯慢 我这就安排女佣上来 萨姐却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是你打翻的酒杯 叫别人来干什么 黄毛简直要被气死了 就连燕朝在这里都要叫她一声婶婶 从来都是毕恭毕敬 不料今天居然会被这个草包羞辱 要不是今天有事相求 还以为我会一直惯着你吗 黄毛心中虽然不满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亲自动手弄干 而另一边的宴会大厅 陈秘书明知萨姐都是在演戏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 按理说是应该给顾雪怡和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暴露真实目的 虽然道理都懂 但是担忧的心却压都压不住 可随着一杯红酒下堵 陈秘书缓缓起身 很快来到雅间门口 里面的一幕却惊呆了二人 只见萨姐如同女王般斜靠在沙发上 而黄毛却拿着吹风机跪在一旁 萨姐天类般的声音响起 却惊得二人瞬间呆滞 陈秘书这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很多疑 而黄毛震惊的就像个黄毛 完了完了 都被他们看见了 我的形象啊 萨姐见时机成熟 带上陈秘书转身离开 必回到车上 陈秘书便迫不及待询问 怎么样 他们露出马脚了吗 黄毛话里话外都在暗示燕朝还活着 不久将会回来 还说我如果想要拿到燕朝的遗产 就最好配合他们 让燕朝没有回来的机会 陈秘书不妨去查一查燕朝的叔叔 他和燕朝的失踪肯定有关系 不然 他的妻子怎么知道燕朝是不是还活着 我想他们应该是没能杀了燕朝 最后却失去了燕朝的联系 女人只是随口承诺了两个字 就差点倾家荡产把自己赔进去 一旁的萨姐乐了 既然你要赔罪 那就准备这些来赔吧 我这个人有一点收鸡皮 正好手里还差七个颜色的宝石 当然 玉我也喜欢 比如红皮白肉子的何甜玉 欧粉翡翠紫罗兰 这些我都挺喜欢 黄毛震惊的头发都黄了 这些 太太都喜欢 怎么 弄不到 你不是要赔罪吗 那就先这些吧 黄毛牙齿直打架 嗨 先这些吧 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她还是咬牙硬小 随后一把拉住萨姐的手 我今天请太太来加燕 就是把你当成自己的 有些话我也提给你一下 燕总很久没消息 太太想过将来怎么办吗 歇 狐狸尾巴出来了 萨姐故意停顿了两秒 这还不简单 拿着她的遗产 多养几个小白鸡 哥哥赚钱养住 弟弟在家陪我打王者 黄毛嘴角抽了抽 果然是个草包 随后定了定心神 缓缓靠近 不过燕总还有几个弟弟和妹妹 他们将来都是要分财产的 不如我给太太出谋划策 哼 绕了一大圈 终于要说出她的目的 就这智商还想跟姐玩心眼 萨姐姐目的达成 转身就跟陈秘书坐上车 陈与锦好奇地询问 那个女人许诺了什么 萨姐失笑 不是她许诺而是我点单 我只是跟她说 我喜欢七个颜色的宝石凑一套 还喜欢和田玉和玛玛 陈与锦失笑 太太有些 这可够她肉疼好一阵 这算什么 姐以前生辰 那送礼单都能拉上两百米 陈秘书一顿 这不屑一顾的口吻 仿佛那些东西完全不被她看在眼里 这真的是以前的顾雪怡吗 很快回到家了 萨姐老远就看到小姑子坐在窗台边 在画什么呢 燕文书下的头发都一根根竖起 赶紧把画藏到身后去 心理医生说画画能缓解造欲的情绪 她才不会告诉任何人 这画里的男孩是大嫂上次救她为冤喜 要是大嫂是男的就好了 我一定把她抢过来当老公 不等她回神 大嫂突然拿着一个礼盒递到她手中 这个给你 燕文书受宠若惊的缓缓打开 里面居然是钻石戒指 这是她第一次收到家人的礼物 也从来没有人送过她戒指 再想到燕文家肯定没有 燕文博肯定也没有 燕文书抱着盒子忍不住地笑出了鹅叫声 而另一边的燕文博正在干家 只因欠揍三人组不仅说燕朝回不来了 还敢缠大嫂的身子 燕思一把揪住那人的领子 燕思刚进教室就吓得立马报警 如是燕思又一次进了警局 燕文博 说吧又是什么事 燕思条件反射的多傻 他不会又拿皮鞭抽我吧 这次不打你 说说你昨天去了哪里 燕思有点小便宜 我去青阳山了 去祭拜我母亲 闻言萨姐这才想起 燕文博的母亲是燕家的情妇 这也许就是他不愿提及的原因 那今天为什么打架 又为什么不配合做笔物 看了看小孩的表情 萨姐瞬间明白 连偷偷去祭拜母亲都说了 能让他难以开口呢 肯定是因为他们议论了我 无所谓的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也对我造成不了任何的影响 但我很感谢你维护了我 我们家燕思少又长大了一点 变得更加有担当了 萨姐随后递上一包彩红糖 这个奖令 燕思小脸微红 大嫂又表扬她了 心底仿佛燃起了一包 将她整个人都烤得温暖了起来 就在这时 黄毛弟弟又欠扁的凑了上来 燕思里都没理就拆开糖果扔进嘴里 随后大摇大摆的开心到飞起 黄毛弟弟满脑门问号 啥意思 吃磕糖这么开心 而此刻另一边 燕朝刚收到两块钱的消费信息 不由地怀疑自己的实力 自家媳妇现在居然连路边的小卖部都去了 我记得燕家没破产吗 就在这时 一个美女抱着药箱缓缓拉开帐篷 此人正是原淑女主欲游有 也是燕朝唯一带回去的女人 燕打架要挨揍 燕思打架却有奖励收 别怪大嫂偏心 只因那些人嘴巴太欠揍 燕思红着小脸伸出了受伤的手 萨姐有些心疼 上次你和江静打架的时候 我就想说了 你腰巴巴的大哥 怎么会打不过他 就没想过请一个师傅吗 燕思全身一正 所以大嫂并不是嘲讽他太油 而是在认真且客观地和他讨论这个事情 请示请过 但是江静是跟他叔叔学的 而他叔叔在部队里逮捕 身手很厉害 萨姐恍然大悟 难怪打不过别人 毕竟军队里学的都是保命的本事 这样吧 我教你功夫 下次如果再有人挑衅你 你就能做到一招制胜 而不是靠蛮力一顿乱揣 燕思有点小激动 他架没少打 但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会是大嫂来教他怎么打架 可不等燕思回神 大嫂已经给他制定好了训练技术 嗯 就从福古全先学吧 燕思一连猛 这名字一听就很像武侠小说里瞎编的 怎么 有意见 我不介意你先试试 不了不了 我学 你的底子不错 要不了太久将近都得被动挨走 文言燕思有点小兴奋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不仅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还能保护他 很快回到燕家 萨姐刚坐下 简锐就提着大包小包来道歉 随后裴二也屁颠屁颠地提着礼物进来 简锐见状寒暄几句准备离开 如果你有什么不喜欢的或格外喜欢的 都请您及时告诉我 裴二看着简锐离开的背影若有选思 再看到茶几上摊开的一排排盒子 瞬间觉得手里的东西有点烫水 再想起姐姐交代她跟顾雪玉提的要求 她就更张不开口 裴少有什么事吗 没 没什么 就是带了点小东西给太太 七号有个碗面 不知太太能否赏光 我想想 萨姐头都没抬 裴二也不生气 反而觉得五百万的礼物拿不出手 随后找了个借口赶紧离开 然而这一切都在萨姐的预料之中 这才刚刚开始 你们贪污厌家多少钱 统统给姐吐出来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太太 四少进了死对头风家开的会所 嗯 会所是做什么的 就是一个富二代聚集的地方 玩的东西更高级 也更见不得光 还有我看见裴二从风总的车里下来 萨姐吃笑 这个裴二刚从我这离开 马上就去找风家 看来裴力心做了两手准 不过就裴二那个蠢 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很快萨姐盛装打扮来到会所 你好燕太太 这是您的面具 手牌上的数字就是您今晚的名字 大家都用这个来称呼彼此 萨姐缓缓推开门 昏暗彩色的灯光有种迷你的氛围 这时主持人大声宣布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不允许说弄 里面放着所有人的编号 现在开始抽选 抽的人可以要求被抽中的人 做任何一件事 而被抽中的人不能拒绝 随着音乐的结束 女人兴奋地念出了手中的号码牌 很快一个男人走出人群 女人狂喜 我要你给我一百万 男人二话不说直接写了个字票 萨姐看得惊奇 这样也行 难怪刚才有人兴奋有人愁 很快轮到萨姐 主持人迫不及待询问她抽到了什么 萨姐举起手中的纸条念出了79号 很快队伍中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缓步而来 周围瞬间诡异的安静 主持人小心翼翼的询问 您 您有什么要求吗 萨姐缓步向前 到12点结束是吗 主持人不安地看了眼刚刚那个男人 那让他给我当几个小时的仆人 直到12点为止 男人挑眉 估计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很好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助力 女人只是随手抽了的号码 就要求千亿总裁做他几个小时的仆人 然而男人不仅不生气 还饶有兴趣的答应 原来这是有钱人玩的游戏 被抽中的人必须完成抽奖人的一个要求 此刻男人举着手里的号码牌 眼睛却看向萨姐 就和他的要求一样吧 当我的仆人 直到活动结束 很快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兴奋的举手 这样玩我可就不困了 我的要求和他们两个一样 18号当我的仆人 这好玩的一幕引得众人纷纷效仿 主持人震惊的就像一个主持人 不带这样玩的呀 最后不仅能将人套上一大串 而萨姐就成了这里唯一的主人 这时萨姐毫不客气的将酒杯递到男人手中 给我换一杯果汁 男人满脸稀奇 居然真的有人敢把她当仆人使唤 而且还是个女人 一旁看热闹的人更热闹了 这女人谁啊 居然敢惹那位爷 不要命了吧 我赌十一包辣条 那女人肯定吃饼 不料下一秒 男人竟爽快的说好 服务生非常有眼力见的地上果汁 男人则饶有兴趣的盯着萨姐 会是谁抽到她的编号呢 就在这时 一个服务生居然抽中了萨姐的号码牌 主持人直接将话筒怼了过去 青年紧张的抓着那张纸条 逗大的汉珠缓缓滴落 可不等她提出要求 一旁的胖子却打断了她的发言 哎呀 想不出来就待会儿再提吗 反正十二点以前都做出的对吧 先下一个吧 仆人一号玩味的凑近萨姐 你不担心吗 有什么值得我担心的 男人认真地打量着面前的女人 不知道她是无知者无畏 还是真的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如是为了加深萨姐的恐惧 她又凑近了几分 很快就会有人主动接触她 让她向你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 然而下一秒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服务员已经想好了 并用手指着她 我的要求是 无论我对你提什么要求 你都对她再提一遍 好啊 萨姐冷冷地看着这个又蠢又毒的男人 先给我一千万 快 你快点对着她说一遍 不行 萨姐头都没抬 正想提醒这蠢货 她的要求刚刚已经提完了 不料男人却直勾勾的盯着萨姐 那你陪我睡一个小时 萨姐挑眉 你想让她也陪你睡一个小时 男人兴奋了 手骨捏得嘎吱作响 行啊 后面还有一排人 服务员菊花一紧 不要他们就要你 萨姐也不急 只是好意提醒 每个人只能提一个要求 而你刚才已经提完了 男人一时没回过神 自己什么时候提过要求了 随后将自己说的话过了一遍 瞬间瘫软在地 给我五百万 五百万就可以了 萨姐一把抽走裙摆 冷声吩咐 揍她 随后小手一指 还有她 不等胖子求饶 眼睛直接挨了一拳 紧接着喉咙就被一只大手捏住 求求你了 封总 男人眼神瞬间冰冷 你不该求我 胖子这才想起 今天站在这个食物链巅峰的 其实是那个女人 随后祈求地望着萨姐 那个要求是她自己提的 我只是想套到一份合同的张而已啊 求您让这位先生停手吧 萨姐失笑 在这样的时候 都有胆子敢去怂恿那个青年 他会不记仇吗 随后柔声道 每个人只能提一个要求啊 可你已经没机会了呢 一旁的爸总瞄懂 立马向保镖招了招手 处理干净 别让他脏了我的地 很快胖子和青年的哀嚎声 就消失在大厅中 而会所内 立马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随着美妙着萨克斯演奏响起 大厅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甜甜的香味 男人绅士地伸出手 跳支舞吗 萨姐眼神都没甩给他 接下来是什么环节 男人缓缓靠近 声音带着些许魅惑 接下来的环节 才是最有趣的 我的主人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萨姐小手搭上男人肩 我需要你 男人期待地以为会发生点什么 不料下一秒 砰的一声巨响 萨姐直接将他推倒在沙发上 坐那儿 别动 男人满脸享受 呵呵 有意思 随后痴痴地望着萨姐的背影 自信地以为这是欲擒故纵 然而擒不擒的不知道 反正萨姐是坐上了回家的车 随后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我 我现在和同学在外面呢 提前和你说过的 出来 我在楼下 燕四下的一个机灵 随手扔下手里的飞镖 也不管这暗器有没有闸到人 就条件反射地赶紧出现在大嫂面前 可门一打开 她就心虚到不行 我就去打了个台球 真的 别的我什么都没做 之前答应过朋友 今天只是旅行约定而已 嗯 我知道 我去过三楼 没看到你 燕四猛地从座位上窜了起来 然后脑袋就和车顶狠狠地撞了个来回 那个鬼地方 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 萨姐轻笑 好 而另一边 爸总望眼欲穿地盯着紧闭的房门 他抬眸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还这么早就走了吗 一把扯下讨厌的面具 不完了 众人看着那张冷漠的俊脸不由地担心 您给这女人当了几个小时的仆人 要是被说出去 估计会惊掉所有人的眼睛 都戴着面具 谁知道是谁啊 男人轻蔑地瞄了一眼 进过这个场子的 哪里会有人不认识风总 除非今天第一次来 去把监控拿来 很快找到那道歉意 今天都来了哪些女客 刘小姐林小姐 对了 还有燕太太 众人不可置信 燕朝的老婆怎么可能会来这儿 而一旁的裴儿却挤不去查看 是燕太太没错 就这背影 没有人能比得上 小跟班不由地看着自家老大 风总 这燕太太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吧 风雨磨缩着萨姐的背影 敢点我做仆人 哪有这么容易就能玩的 高冷影帝为了争宠有八文心眼 不仅凌晨三点发微博卖菜 还故意开车到海边 一旁的经纪人吓得双腿打颤 快点联系大嫂 原哥又想跳海 而燕儿看着刚发的朋友圈 却没有一条是大嫂留言 心里莫名有点酸 燕四出门不仅要跟大嫂报备 还不能晚归 可我这么晚没回家 也不见大嫂一句关怀 就在她心灰意冷时 大嫂发来了问候信息 最近工作辛苦了 切记劳累过度 明天让人给你送点吃的过去 记得分一点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再看到大嫂发来的晚安 燕儿瞬间填到了心坎 嘴角也不自觉的微微上扬 嘿嘿 送食物终于不是那个傻逼弟弟的特工了 顿时有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她把短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但还是觉得有件没地史的乱窜 随后特意把晚安截图 紧接着又发了个朋友圈 这才安分的等着下面的留言 一旁的经纪人见她下车终于松了口气 还是大嫂有办法 而心急的离倒甚至摆上大嫂的头像 请她保佑剧组拍摄顺利 感谢大嫂出手就万名于谁 很快来到第二天 燕儿瞧手一判 终于等来了送餐的大部队 只见黑衣保镖带领一群厨师高调入场 这是袁哥家里人送来请大家吃的 因为是自家厨师做的家常菜 希望不要嫌弃 众人看着一排排鲍鱼加龙虾 顿时惊掉了下巴 哇 这也太丰盛了吧 这是米其林五星酒店请的专业厨师吧 我袁哥肯定是隐形富二代 燕儿表面毫不在意 实际却竖起耳朵认真偷听 袁哥大气 这是不是袁哥妈妈准备的呀 不是 是我大嫂准备的 那傲娇的小表情要多臭屁就有多臭屁 众人一正 这还是那个低调的袁哥吗 她这是在炫耀呢 还是在炫耀 此刻另一边 大嫂也没想到 她只是随口吩咐保镖送了点吃食 高棱影帝居然炫耀了半辈子 可当她正准备下楼喝杯茶 就看到燕文书东张西望 大嫂看了眼 捏手捏脚的小妮子有点犯愁 书看完了 燕文书顿时心虚 还没 随后微微诺诺地表示 她想暂时出去住两天 大嫂疑惑 燕文红要回来了 我不太想见到她 她就回来住两天 等她走了我就回家 大嫂搜寻着脑海中的记忆 燕文红 燕家最小的少爷 现在高三 再看到燕文书撒娇耐萌的小表情 大嫂也不想为难她 好 去吧 可话音刚落小妮子就一溜烟跑 就在这时女仆来报 太太 小少爷回来了 只见一个长相和燕巢 有点像的男孩反驳而来 她小心地将书包递给一旁的女仆 随后礼貌地叫了生大嫂 没吃饭吧 我让厨房准备了一点事的 先坐下吧 文言男孩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看上去仿佛迷了路的乖巧幼崽 燕二在剧组 燕三过几天才回来 燕四在学校 还有你大哥他暂时回不来 大嫂见他神情淡淡 似乎对燕家的成员不太感兴趣 然而燕文红内心其实早已经涛骇浪 成天跑去外面做死的燕二 居然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剧组拍戏 还有飞天小霸王燕四也好好的在上学 奇怪 太奇怪了 连对面的大嫂都很奇怪 而大嫂想起刚刚燕文叔说 她只回来住两天 如是开口询问 这次回家 大概要待多少天 半个月 因为学校出了一点事 所以要推迟返校 哦 什么事 大嫂以为是学生霸凌或是体罚事件 不料燕文红却说有学生被杀了 可她那么样乖巧 口吻小新带着一点岁月经好般的甜径味道 大嫂抬眸看了看看 没有恐惧与焦虑 甚至连一点点负面情绪都没有 少年老成也说得通 但却和她表现出的模样又显得有点违和 大嫂按下心底的猜测 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但是所有富二代的童年阴影 正是令星姐姐吓得离家出走的恶魔 可她在大嫂面前 却乖得像只猫咪幼崽 就连无比厌恶的牛奶也一口气喝光 而黄毛却偏偏不太长眼 居然大清早就邀请大嫂去营楼逛一逛 萨姐优雅的将头发里倒耳后 你有钱吗 黄毛掏出一张黑卡无比嚣张 好 那你等一会儿 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黄毛那叫一个兴奋 立马表示没关系等一个小时都行 可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一个小时后 萨姐还在认真看书 黄毛不耐烦的数着头顶的蘑菇 却见萨姐压根没有起身的样子 黄毛脸都绿了 她觉得萨姐是故意在熬着她 这时燕文红缓步走来 萨姐的头发都黄了 干嘛带个电灯泡一起去啊 可她又不敢说什么 只能憋着 看了一眼乖巧的某人 黄毛没来由的后背一凉 燕文红转身准备离开 突然手背一把拉住 天凉了给五少拿件外套 燕文红心里一满 正要感谢大嫂的关心 不料大嫂却发出灵魂一击的询问 牛奶喝了吗 燕文红神情一将 胃里不自觉的翻江倒海有点小兔 可看到大嫂关系的眼神 燕文红还是闭上眼睛一口闷 一旁的侍女都惊呆了 小少爷居然会听太太的话 这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啊 很快几人来到柜台 萨姐只是随意瞟了一眼 就指着前面的最新款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统统包起来 随后将袋子交给黄毛提好 显然把她当小丝一样的使唤 紧接着又询问燕文红在学校里的情况 再抽空点几个金镯子一起打包 你现在读几年级 高三 萨姐知道高三就像古代会是一样十分重要 那需要为你请辅导老师吗 小孩一正 看样子大嫂是真的不太了解我啊 随后微微一笑 不用了 我没问题的 而在萨姐看不到的地方 小孩却目光冰冷 她定定地看着这一切 是因为燕朝回不来了 所以她才这样肆意消费吗 而一旁的黄毛拎着袋子张了张嘴 却根本没人理会 只能一步一驱地跟在萨姐和燕文红身后 很快萨姐就满脸不耐烦 没意思 我们走吧 随后台谋看了看门牌号 这里是112号 你随便说一个编号 黄毛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却还是随口说了126号 好 那我们去126 很快到了萨姐的表演时间 这个这个不要 其他的全部包起来 黄毛整个人都骂了 这也太会玩了吧 不等她回神 萨姐扭头看着她 刷卡吧 随后似笑非笑 还玩吗 玩 当然玩 很快黄毛就被一堆的消费单埋在里面 而萨姐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孩 这次你来挑个数字 那145吧 小孩乖巧的就像个小孩 她也是第一次陪女孩子逛街 更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购买方式 果然 大嫂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另一边的兵哥哥正好奇 大嫂今天刷卡了吗 得问老大 而她家老大正睡得香甜 这时小护士却向他们这边走来 见到燕巢坐在轮椅上 瞬间担心不已 您是病情又加重了吗 见男人低着头 她又一副小女儿家姿态缓缓靠近 你看见墙上的绿叶了吗 这边是沙漠 很少看到绿叶 可他们却顽强地顺着墙往上爬 男人缓缓睁开眼 满脸不耐烦 她只是省点体力早点回家见媳妇 这没眼力见的纯女人 在这里吵死了 她明明生病受不得一点呢 却狂吃冰淇淋一整天 只因这是大嫂第一次给她买东西 一旁的黄毛羡慕极度恨 燕太太 我的呢 陪上想吃就自己去买 黄毛都快哭了 自己送她礼物都是五百万起物 可她却连五块钱的冰淇淋都不舍得请客 哼 长得好看的女人都是抠门的 反正今天收我东西的照片已经拍好 等上了热搜 看你怎么甩开保新这层关系 切 就这点小心思也敢在姐面前耍 没意思 回家看书 很快到了晚上 女佣恭敬地请萨姐下去吃饭 燕文宏呢 没下来吃饭吗 小少爷说她在房间用餐 太太不用担心 小少爷经常这样 她不太喜欢别人打扰 萨姐转身上楼 可敲了半天门也不见回忆 萨姐有点担心 燕文宏 快点开门 半晌后门终于打开 萨姐见她面色苍白 额头的碎发也被汗水如湿 不舒服吗 燕文宏艰难地挤出一抹微笑 没 没有 大嫂我想睡一会儿 萨姐一只手抵住门 轻轻一用力门就开了 随后吩咐女佣让司机被车 是你自己走下去 还是我让保镖抬你下去 我自己下去 话落燕文宏就扣住了门 萨姐眼神一立 你可以关门 但我不介意让保镖用切割机把门切开 燕文宏瞬间乖巧 怎么会呢 我这就下来 眼前的大嫂像换了一个人 不仅变得平静如水 还喜欢从来不吃的甜食 更重要的是 手腕变得异常强硬 很快燕文宏就被塞进了车里 大嫂随后扔给她一件大衣 然后又往她手里塞了个暖宝宝 紧接着吩咐司机去医院 医生四只眼睛瞪大三只 你们是怎么当家长的 孩子有胃溃疡 你们不知道吗 吃牛奶和寒性食物都会引起呕吐和腹血 萨姐有点生气 更多的是自责 她消化不好 应该会经常感觉胃不舒服 甚至常常想吐才对 可她面上却没有一点多余表情 仿佛生病的是别人 疼你感觉不到吗 为什么不拒绝 那是大嫂对我的好意 小孩可怜的就像个小孩 就算是好意 如果对你有害 必须毫不犹豫的拒绝 你不需要牺牲自己去讨好任何人 别再有下次 小护士健壮赶紧推着孩子逃跑 病人还需要休息 我先送她回病房啊 萨姐定了定心神 还真是头大 前面三兄妹说什么都不听 轮到这个又成了说什么都听 算了 问一下陈秘书先 你知道燕文红的学校叫什么名字吗 道歉我不太清楚 她的学业一直是由她母亲安排 哦 上次燕四说去祭拜了她的母亲 我还以为那些情妇都不在了 原来还有在世的 不如直接去问她本人 很快萨姐便端着一杯热水来到燕文红房间 萨姐正准备问点什么 燕文红就接过杯子抢先开口 大嫂对二哥他们也是一样好吗 萨姐挑眉 他们可没你这么乖巧 挨揍只是常态 想体验一下吗 男孩上一秒还是乖巧懂事的奶毛啊 下一秒却露出了疯癖的表情 就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女仆都吓得赶紧躲避 太可怕了 小少爷以前还压着点 现在怎么彻底爆发出来了 然而燕文红却摸了摸自己面无表情的俊脸 你懂什么 庄观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喜爱 而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呀 这时大嫂缓步而来 男孩瞬间露出甜甜的笑脸 大嫂对二哥他们也是一样的好吗 小孩对这事就挺执着 总想成为那个被偏爱的人 可萨姐哪里会知道小孩的花花肠子 他们没像你一样进医院 等下次进了医院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萨姐拿过手机放在了小孩耳边 燕文红神情低落也不吭声 萨姐见状瞬间明了 随后接过电话冷冷开口 你找谁 打错了 不料对方沉默两秒后 声音顿时提高了八百度 我知道了 你是小偷 偷了他的手机 你知道诽谤什么罪吗 萨姐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燕文红眉眼淡笑 简直被大嫂摔一脸 你刚才说话的样子 有一点像大哥 她很怕大哥的 估计以后也会叛 萨姐疑惑 我有那么可怕吗 燕文红忍俊不禁地笑出了声 她是我妈妈 哦 是她安排你进学校的吗 学校叫什么 怀宁中学 听说比较出名 燕文红如同乖巧的小学生 我记得燕二和燕四都在京市一中 你怎么不去那里 燕文红眼眸微锤有点不高兴 大嫂记得燕文博他们在哪里读书 却唯独不知道他的 随后抬眸不紧不慢地看着大嫂 因为二哥他们比较蠢 小孩见大嫂一夜 赶紧露出讨好的表情 大嫂 我说得太直接了吗 萨姐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秀法 真诚是一种美德 但是说话也需要技巧 燕文红瞬间被安抚 乖巧点头 好 听大嫂的 我记住了 这乖巧的小模样 差点将萨姐整一壶 那几个冲动易怒 执拗得像个孩子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一根筋 至于面前这小屁孩 大概有七八九十根筋 不知道燕巢那玩意儿 会是怎样的呢 萨姐干脆掏出一本书 翻看起来 我也想看 可以吗 大嫂 那可怜的小模样 仿佛在说你不同意 我就哭给你看 萨姐对待生病的小孩 本身就比较宽容 再看到她可怜巴巴的样子 声音都不由地放温柔了些许 好 你先睡一会儿 我念给你听 燕文红乖巧地躺下 耳边传来大嫂好听的声音 此刻冰冷的病房 仿佛散发着温暖的热力 买花做什么 是大嫂喜欢花吗 不是 给来送人 萨姐垂眸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因为这些事情 还不需要一个未成年的小孩知道 大嫂今天不陪我去医院了吗 小孩看着有点可怜 萨姐一边戴耳环一边解释 医生说你不用去医院了 在家好好休息就好 燕文红小手不由地抓紧栏杆 仿佛一只被丢弃的小奶狗 可她表面却不动声色 萨姐抬眸叮嘱 我要晚上才能回家 你记得按时吃饭 小孩委屈巴巴地看着大嫂远去的背影 好 我听大嫂的 女仆忍不住提醒她先回卧室休息一下 见大嫂已经离开 燕文红脸上的可怜与乖巧刹那消失 她冷淡地应了声就转身上楼 女仆以为自己看错了 一向礼貌乖巧的小少爷 怎么可能露出那种冷淡的表情 然而她再次见到小少爷时 却差点吓得她汗湿了后背的衣服 只见燕文红正化着什么 你在看什么 女仆吓了一跳 还是忍不住关心 小少爷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还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燕文红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才是我高兴的样子 女仆吓得赶紧跑了出去 小少爷是不是中了血 就像太太当初一样 突然性情大便如同换了个人 而萨姐完全不知道 女仆已经怀疑她换了个新子 而此刻她正与小姑子愉快地逛着街 久文艳太太大名 听说您要买花 不知您喜欢什么样的呢 你家哪幅画最便宜 老板一挣 最最便宜 燕文书也傻眼了 大哥都不给嫂嫂零花钱的吗 随后小声地凑近大嫂 你是不是没钱花了 我这里存了一点点零花钱 一百万够吗 萨姐眉眼含笑 真是个单纯又可爱的小妮子 那你可以用燕文家的钱 她是大明星 比我们几个都有钱 你问她要个七八九百万 她肯定给你 萨姐宠溺一笑 好 知道了 但是真的不用 随后掏出一张无限额黑卡 大嫂只是出门逛个街 却霸榜热搜前五一整天 然而所有人都被萨姐的超能力吸引 可黄毛却露出了得逞的表情 有了这条绯闻 顾雪怡就和宝星脱不了关系 就算燕朝能活着回来 也一定会直接离婚逼着她去死 可当黄毛看到热搜时 静气地直接晕倒 因为热搜不仅没有半点绯闻的样子 还全是骂她弟弟是狗腿子 萨姐吃笑 姐早就知道你们安排了记者拍照 那就让所有人看看 你们给我当仆人的样子有多低贱 黄毛愤怒地砸碎了茶杯 她虽然出身穷苦人家 但是最讨厌别人说他们敌人一等 而顾雪怡仿佛知道这一点 尽故意让她的弟弟给她当仆人一整天 好在今天的慈善晚宴风总也会出席 她一定会愿意替我们好好教训顾雪 黄毛弟弟有点不忍心 姐这样真的能行吗 可风总不像是那种下酒流的人 而且她总觉得 与风鱼合作总感觉是在与虎谋屁 你懂个屁 你知道风鱼这个人有多狠多阴随 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甚至能让人突然消失 整个帝都除了燕朝 没有人是她的对手 这个顾雪怡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让风总把她教训得服服帖帖 而萨姐完全不知道黄毛又开始作妖 因为此刻她正准备今天的慈善晚会 只见她一进店门也不管弯抹角 直接叫老板拿店里最便宜的 老板先是震惊 第一毫门宴太太 居然要买最便宜的 但还是认真的挑选了一幅画送来 宴太太 这个青年画家急需用钱 所以这幅画三千就行 也是店里最便宜的一幅画 好就这个 萨姐随后掏出无限额黑卡 而燕文书却满脸心疼 大嫂你要是钱花完了就告诉我 我还是有一点钱的 好啊 等我没钱的时候 一定找我们家文书 文言燕文书顿时开心到飞起 有种被大嫂需要的感觉 仿佛这才是她存在的价值 萨姐忍不住揉了揉孩子的发丝 燕文书只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这几个孩子越来越乖巧懂事 但是燕二这个闲眼包 就有点让人脑壳痛 而几个小时后 燕二就愤怒的打来电话 有人再到东宫见到了 你在那里干什么 参加一个慈善晚宴怎么了 萨姐满脸疑惑 这孩子又要闹哪样啊 是不是陈雨景给你安排的造型师吗 她懂个屁 这家太垃圾 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很工作人员 明目张胆说坏话真的好吗 不过那头好像是 好像是影帝原文家 萨姐甘大的五楼五手机 不好意思 回去我教训她 工作人员CPU都干烧了 卧槽 我吃到了个什么大瓜 影帝和燕太太 是我想的那种关系吗 哇咔咔 燕总头顶貌似有一点绿哈 而此刻远在非洲的燕巢 突然打了个喷嚏 嘿嘿 那个照顾你的华国女学生 照顾得怎么样 不好 她话太多 还不戴口罩 我怀疑她把流感传染给我了 真是个不解风情的男人 你先休息 我走了 咦 那个华国女还怎么哭着跑了 而那个伤人心的家伙 正在闭目养神 此刻两个兵哥哥拿着手机进来 等共工作室是什么东西 大嫂居然在那里 消费了五万三千五百元 一个造型工作室 燕巢坐在轮椅上懒懒的回应 老大你还没睡呢 是不是就是那种女生 弄头发化妆的地方 不过这轻轻化廊 怎么也支出三千元 老大不好了 大嫂这不仅特意去做头发和化妆 还去买了化 那不是 不是 燕巢头也没抬 是什么 两个兵哥哥着急的比划 大嫂不会是要和别人约会的 燕巢心头一跳 怎么可能有人会看得上她 不过这回国的矫程 必须得加快一点才行 流浪汉随手做的话 却被大嫂卖出了九百九十万的天价 就连死对头风雨都瞬间来了兴趣 这女人果然有意思 不仅制裁了江二的流氓作风 还顺便坑了黄毛一把 原来就在刚刚 黄毛弟弟带萨姐参加拍卖会 不料萨姐一出场就引起所有媒体资议 黄毛弟弟暗粗粗地往萨姐身边挤 想着这样就不会显得她像个拎包小弟 萨姐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这里是燕巢站的位置 旋即转身就走 此刻一百米外的江二 见到萨姐瞬间双眼放光 燕太太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你 不过裴二那傻缺玩意儿 你怎么让她跟着你 萨姐连目光都没分给她 随口说了句你猜 江二气笑了 就是懒得说呗 或许我还要谢谢你手下留情 没把我也变成燕家的走狗 萨姐抬眸微微一笑 那也要江总自愿才行 身后的裴二撇了撇嘴 刚刚还说旁边是燕巢的位置 现在又跟江二有说有笑 难道两人真的有一腿 萨姐才没空理这傻叉玩意 今天还有大事要做 这是黄毛满脸堆笑的上前迎接 引了前排的男人也回头看了过来 这位是风总 我知道 79号 我的仆人 风雨眼皮跳了跳 如果燕总知道他老婆去过风家的地盘 你说他会不会 他肯定会很高兴吧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风总的主人的 风雨压了压脸上的冷色 吓得一旁的黄毛魂都飞了一半 再看到气定神闲的萨姐 他居然一点都不怕风雨 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 今天拍卖的第一件藏品是一幅画 起拍价十万 萨姐没兴趣 转头吩咐黄毛 她的起拍价都要十万 那我的话也不能低 你去让主办方改价一百万起拍 黄毛差点上手挠他一爪子 价格太高可能会冷场 那样您会很尴尬的 萨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这么抠门做什么慈善 直接抱着他那点钱 抖活余生不行吗 怎么有脸跑到这里来 黄毛一僵 怎么感觉萨姐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他 这时萨姐不耐烦地踢了一脚风雨的凳子 还不快去 风雨面色那是相当精彩 这女人居然敢踹她的凳子 而黄毛见她居然连风雨都照样下手 赶紧起身去做事 接下来拍出了几样古董 很快到了萨姐的藏品 主持人愣了两秒才请出萨姐的话 起拍价一百万 而萨姐又一脚踹上了风雨的椅子 让让 风雨都气笑了 我还挡着你们不成 旋即转身踹上了裴二的椅子 让开点 裴二委屈的就像裴二 只好嫩嫩地移到一边 萨姐高傲地上台 这幅画设计巧妙 触笔震撼 还有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一百万都低了 但做慈善嘛 既要捐钱给需要的人 也要为大家考虑 什么意思 这是怕我们不掏钱吗 果然是399号 一样的傲慢高姿态 可我像同一类人 而萨姐回到座位 直接对黄毛命令 你第一个出嫁 黄毛差点一口老血喷她脸上 却只能无奈地举牌一百一十万 不料姜二直接嫁到两百万 再举两百万太低 而且我不想卖给江先生 可我很想买到燕太太这幅画呢 萨姐才不管 只一个劲地催促黄毛快点 赶紧的 我要卖个高价 黄毛无奈只好继续 不料姜二进无脑再加 纵使价格直接飙升到九百万 萨姐还是不满意 再加 姜二不是钱多吗 那就抬到一千万卖给她 黄毛手都在发抖 但想到有姜二都抵也就无所谓了 990万 主持人麻溜的倒计时 990万一次 990万两次 黄毛急了 姜总不出价了吗 你不是一定要买这幅画吗 姜二向萨姐方向靠了靠 燕太太不肯卖给我 我也没办法 萨姐头都没抬 我很满意这个价 主持人利落地敲着锤 990万第三次 成交 黄毛瞬间实话 眼前也不由得一黑 她本来想看顾雪怡的笑话 结果小丑竟是她自己 而萨姐满意地点开手机 看着姜二发的邀功信息 不得不记下这个人情 但不出几分钟 萨姐又还上了这个人情 大嫂随手扯下的一粒扣子 男人居然拿来参加拍卖 还定价十万元起拍 顿时经得所有人 白内障直翻 咯妈的 这姜二也太流氓了呀 那黑布溜秋的玩意儿 是金子做的吗 是啊是啊 这不是抢钱吗 谁会忍傻钱 多拍一粒扣子回家 不料下一秒 萨姐淡定举牌 二十万 一些想要引起 萨姐注意的人赶紧出家 萨姐头都没抬 四十万 姜二急了 那玩意儿我有一大把 你要是喜欢 我明天就给你送一卡车上门 你用不着这样感谢我 萨姐回眸看她 一马归一马 人情应该用在大事上 像这样的小事 用不上 一旁的风鱼抬眸 果然是个聪明的女人 姜二帮她把藏品 抬价到九百多万 而她又以同样的方式 给姜二还回去 果然是同类型的人 都不喜欢欠人情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黄毛知道 她花九百九十万拍下的话 在这个女人嘴里 只是一件小事 不知道她会不会跑过来干假 黄毛怎么样 让萨姐不知道 因为此刻她正带动全场气负 那些想要博得姜二 另眼相看的人 瞬间觉得 那颗黑乎乎的女后 仿佛的确有那么点值钱 众人纷纷加入竞价 不料萨姐眼都不眨 直接加价六十万 老头擦了把额头上 不存在的汗 七十万 主持人见萨姐 终于没有了要加价的想法 赶紧麻溜的过水 七十万成交 姜二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这女人就这么不想欠她人情吗 但是她出嫁吧 姜二又舍不得让她吃亏 可她不出嫁吧 姜二又有点诡异的失落 我去 咋有种用完就丢得即使她 最主要的是 老子还尚赶着备用 越想越不得进 我说你那件藏品拍了九百多万 我这件才拍了七十万 你觉得公平吗 萨姐瞄了她一眼 我那幅画是真的值假 而姜总的扣子 却不太值 姜二把自己都气笑了 还真是个一点亏都不吃的女人 而一旁的风鱼见姜二吃饼 瞬间神清气爽 终于有人能治姜二的流氓作风了 可当她回神时 却发现萨姐正在往外走去 燕太太不参加一会儿的晚宴吗 莫不是怕了 萨姐露出得体的微笑 我觉得丰总刚才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毕竟我在丰家的地盘待久了 被燕朝知道的话不好 用我刚刚的话来唐嗖我 燕太太可真懂事 萨姐回眸 不敢 毕竟那天晚上的丰总更懂事 话若萨姐转身潇洒离开 留下表情裂开的风鱼 久久无法回神 丰总 裴总将燕太太的那幅画又捐了 您看怎么处置 哼 有意思 把燕太太那幅画挂我办公室 而萨姐完全不知道 她又迷住了一名霸总小弟 更不知道 娱乐圈的顶流影帝正在为她亲自开丝 一旁的经纪人头发都要急凸了 哥呀 您那是别人的评论区 咱不带这样吵架的 您可是顶流啊 燕二顿时觉得经纪人说的有道理 可不等经纪人刚松一口气 就听到他家影帝理直气壮的表示 那我在我的评论区和他们吵 随后立马发文支持大嫂 并爱特大嫂的热搜 经纪人脑壳一晕 您可真是个逻辑鬼才 你这么厉害 你家大嫂知道吗 而另一边的大嫂刚回到家 燕文红就早早地等着她 大嫂你喜欢这幅画吗 这是我画的 送给大嫂 萨姐看了眼小孩 行 挂在我的床头吧 小孩瞬间欢喜 迫不及待地推着女服赶紧去挂好 紧接着腼腆跟在大嫂后面 如果大嫂喜欢的话 我下次给你画一幅薔薇图吧 萨姐实在是太累 鞋躺在沙发上懒懒地回了的好 小孩立马变乖巧 我今天吃了午餐 也吃了晚餐 真乖 医生开的要吃了吗 文言小孩瞬间委屈巴巴 要太苦 很难吃 咽下去还会恶心想吐 也睡不好觉 萨姐神情严肃 苦就吃糖 不吃药 难道下次接着疼 那我要是睡不着 你会像那天在医院里一样 给我读书厅吗 萨姐无奈 小屁孩原来想要他陪在身边 好 先把药吃了 小孩一把酱药扔进嘴里 咽了好几次才慢慢地吞进去 萨姐立马倒出一粒糖果 来 吃了糖就不苦了 小孩也不动手 直接俯身下去 软软的嘴唇碰到掌心的一瞬 萨姐整个人都愣了两秒 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 纯粹就是懒得去拿糖罢了 下次记得用手 小孩乖巧点头 大嫂还没吃饭吗 我陪大嫂吃饭 萨姐无奈 孩子估计是生病了 才会格外黏人 如果没有感觉不舒服 那就随你吧 小孩瞬间双眼亮晶晶 和大嫂在一起 怎么样都是舒服的 可就在他静静地看着大嫂时 突然一阵烦躁的铃声响起 很快便传来燕四的声音 大嫂我到了 听得见吗 我这里风太大 嗯 燕文红回来了 你要和他说话吗 燕四吓得赶紧拒绝 不了不了 我这里信号不好 这孩子 平常一通电话聊几小时 今天咋这么急 回头却发现身边的小孩 无比忧愿地盯着自己 是四哥的电话吗 他为什么给大嫂打电话 萨姐安心吃菜 他去野外参加登山活动 当然要向家里人暴行踪 哦 有点惊讶 四哥的脾气 居然也会做这样的事 萨姐随手放下筷子 我吃好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不料下一秒 小孩立马捂住嘴巴 紧接着飞也四地跑去厕所 萨姐心疼地地上毛巾 你还好吗 小孩可怜巴巴 大嫂 是要真的会想吐的 萨姐一将 小奶狗都是这样撒娇的吗 赶紧把人扶到床上躺下 好好休息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 小孩静静地看着他家大嫂 仿佛只要这么看着他 就很安心 嘀嘀地说了声 晚安 顾雪怡 而萨姐等孩子睡着后 才回到房间 可看着小孩送给他的话 萨姐不由地郁闷 燕文红内心和他的话 简直是割裂 要掰回正岛 比其他几个麻烦一百倍 随后打开电脑 紧接着查询小孩就读的学校 看着里面成千上万的好评 萨姐还是感觉 这所学校让人不太舒服 突然看到一个差评 我在怀宁中学 我想死 可不等萨姐点进去 那条帖子就立马被人删除 小叔子偷偷给大嫂转了二百万零花钱 可钱却到了他哥的卡里面 然而小叔子并不知道 还特意打电话给他大嫂 大嫂一脸猛 莫名其妙叫人看信息 可手机里除了广告还是广告 也不知道燕儿这货高兴个什么劲 而此刻的非洲猛地 兵哥哥看到短信瞬间傻眼 老大不好了 大嫂卡里来钱了 燕朝眉头一跳 宝星居然会给他转九百九十万 还有二弟那个铁公鸡也给他转了二百万 是的是的 大嫂都会往家里赚钱了 而且还赚了一千多万 简直太牛逼了 燕朝倾咳一声 是挺厉害的 而他心心念念的小妻子 此刻正坐在陈秘书的办公室 这次宝星才吐出九百多万 就他摊下的官方定金 转手从慈善基金过一遍 就共计二十多个银 难怪他们想要燕朝的印章 毕竟燕朝如果死在外面 那么问题就简单多了 如果我的股份加上燕朝的能否做总裁 陈秘书一正 不行 燕二叔手里的股份比燕总的多 不过燕家的少爷小姐们都有股份 如果他们的加上赢的 燕总只需要出百分之一 就能比燕二叔的多 但那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萨姐手机响起 大嫂 我刚刚吃了药 还吃了一颗糖 虽然还想吐 但是我忍住了 嗯 真乖 萨姐刚收起手机 正准备跟陈秘书讨论 这时电话又响了 喂 大嫂 我在看你留下的书 然后的然后 小孩一会儿打电话 说她喝了点热水 一会儿又说她在画蔷薇 不是说颜料不好用 就是撒娇怕她画得不好 大嫂不喜欢 陈秘书就很陈秘书 她好不容易跟萨姐聊天聊地 这小破还是不是故意 萨姐扶了扶额头 我在谈试 小孩乖巧点头 那你先忙 我过得久一点再给你打电话 然而一个小时后 喂 大嫂 我这次等了一个小时 够久了吗 萨姐无奈 我们来做个约定吧 每次给我打电话 下一次再打给我就多间隔上半小时 小孩瞬间失落 萨姐等了两秒 吃糖吗 我给你带回去 小孩顿时乖巧的就像个小孩 害羞的回了得好 可萨姐刚回到家 小孩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都在家里 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点多余 可是我们隔着很多堵墙啊 萨姐垂眸 我的书房在你卧室楼上 只有一堵墙 你早点休息 别打电话了 小孩瞬间委屈巴巴 不能打电话 不能发短信 会被讨厌的 可是学校通知明天要返校了 萨姐抬眸 不是还没抓到凶手吗 怎么敢恢复上课 小孩伸手触摸最后的光亮 说是不能耽误学习进度 好吧 明天我送你去 小孩瞬间开心 一日清晨 萨姐刚送小孩到淮宁中学门口 就听到保安愤怒的嘶吼 不是说了不准带手机 谁给你的胆量居然敢藏兜里 通通没收 随后一把将学生推进去 紧接着拦住不舍的人群 家长不许进 萨姐瞬间脸黑 保安却一把扯过小孩背包 过来检查 萨姐一把挡开 这是干什么 保安立马抽出腰间电棍 你留在外面 不许进 萨姐向前一步 我是她大嫂 为什么没有资格送她进学校 别废话 我说不许就不许 萨姐抬了抬下巴 身后保镖七七上前一步 萨姐气场两米八 那我非要进呢 她像碰了这个门都会被电晕 然而萨姐上来 就把教导主任摁了上去 一旁的家长怒了 赶紧放开我们王主任 你这样是在杀人你知道吗 萨姐吃笑 这怎么能是杀人呢 我可是在帮你们家孩子试一试 如果真的挨上了这道门 到底会不会被电死 瞧瞧 她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你家孩子被按在铁门上的样子 几个家长抓着孩子往后退了退 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 而此刻的王主任两眼发黑 看不见希望的感觉 仿佛一团丧失了人格尊严的异性 可即便是看到这种情况 居然还有家长替他们狡辩 不仅觉得封闭式管理严格一点也是应该的 还坚信学校都是为了让孩子听话而已 这可是精英教育 当然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吃得苦中苦 将来肯定成为人上人 萨姐眼神瞬间变了 这种人太恶心 不仅打着为孩子好的借口 还要拿块遮羞布来给自己做大棋 萨姐指了指身旁的燕文红 她是艳士的小少爷 出生就含着金汤勺 而她的起点 却是别人终其一生都到达不了的终点 所以啊 别做美梦了 有些阶层是你们一辈子也进不去的 不是把儿女送到这里 就能成为人上人 鸡犬是生不了天的 是啊 为什么硬要将自己的梦想嫁接给别人 指望别人来画龙成凤呢 呸 有钱人就是心黑 人家底层人民就不配往上爬了吗 就在这时 一个火急火燎的身影冲了上来 我是燕文红的妈妈 你是谁 她大嫂 顾雪姨 呃 原来是燕太太 当初老燕总亲自发话 谁生的孩子谁自己教养 我们红红上学的事情 燕太可管不到吧 萨姐眼神变冷 长早如母 我如何管不得 女人一噎 后退了一步 你非要插手 我也只好给燕总打电话了 好啊 你要是打通了 我也好和她说几句话 突然一群人围了上来 就是你这个女人在闹事吧 萨姐神情微冷 把人扣下 我不太喜欢别人这样指着我 男人一愣 从来没有见过对老师这么嚣张的人 萨姐没有耐心 直接拽住她的手腕 一掰一拉一声脆响 哎呀呀 断了断了我的手段了 你们愣着干嘛 全部拿棍子一起上 萨姐怒了 一甩裙摆 直接踩了上去 现在能学会放尊重点了吗 一旁的学生扑刺一声笑出了声 真想双手双脚为大扫鼓掌 你笑什么 你们学校老师被人欺负呢 尊师重道都学到狗肚子去了 且他们算什么老师 不过是人面兽心的畜生罢了 突然一阵警笛声响起 我举报这里非法开办学校 还有虐待学生的嫌疑 好的 有学生能带我们检查下学校吗 家长齐齐后退一步 纷纷一开视线 萨姐微微抬眸 没人敢吗 家长们难道不想进去看看吗 我 我来带路 我 还有我 我们都能带路 王主任急了 这些学生平常不服管教 不仅爱逃课还爱撒谎 他们说的话可不能信啊 那我们就多选几个学生 难不成个个都是谎话经吗 还是说 你们收取这么高昂的学费 连个孩子都教育不好 男人气得咬牙 却无力反驳 这是一旁的学生指着旁边的水槽 如果有人上课的时候露出一点点困影 就会被专门的老师带走 然后把他们的脑袋 按在水龙头底下一只冲 每隔半个小时问一句 醒了吗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你会觉得整个头都被冻掉了一样 如果还是不服 就有人拿一架抽大头 是这样吗 王主任大惊 他们都是撒谎精 我们怎么敢的对不对 萨姐看了眼沉默中的家长们 那我再帮你们的孩子试一试 这个水能冲死人吗 话落一把拎住男人的衣领 拖到水槽边 紧接着打开水龙头 摁了上去 冲了好一会儿帽子叔叔 这才向前 别着急啊燕太太 交给我们处理 萨姐小手一松冷冷的 看着漠不作声的家长 你们也要来替你们的孩子试试吗 既然没人要试 那我们不如去校长室看看 燕文红看着大嫂高大背影 顿时心安 这世间的一切 都是浑浊黑暗的 只有她是黑暗中 唯一开出的小花 这样的大嫂 值得最好的守护 燕文红牵过大嫂的手 紧接着轻柔的擦拭 脏了 擦一擦 很快来到学生教室 却发现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而校长办公室 不仅铺着进口的橡木地板 还奢侈地挂着意大利水晶吊灯 家长们一看哪里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校长拿着家长们的血汗钱 虐待他们家孩子 自己却过着奢靡的生活 场面瞬间沸腾 纷纷要求学校给个满意的说法 萨姐黑脸 找了个沙发坐下 把你们校长叫过来 姐就在这里等着她 阿嫂第一次送小叔子上学 不仅将学校的保安揍了个遍 那跟叛国有什么区别 校长吓得冷汗直冒 燕太太冷静啊冷静 然而萨姐却将人又往下暗暗 你看见那些人了吗 那些学生和家长 他们现在恨不得将你千刀万管 校长趴着栏杆摇摇欲坠 总觉得自己随时会掉下去摔死 怎么会 他们都是自愿把孩子送到这里的 萨姐怒了 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 小孩只是打瞌睡 你就将人拖去冲冷水 若是想反抗 就拿竹竿抽大腿 更甚至是垫机或关小黑屋 你怎么敢 怎么忍心下得去手 校长努力想狡辩 可又怕激怒面前的女人 直到帽子数数过来 她才敢贪软在地 立马伸手球带走 这女人太恐怖了 我认罪 一旁的小孩看着自家大嫂 简直不要太帅 萨姐见后续有人处理 转身将手伸了过去 走 咱们回家 燕文红整颗心都暖暖的 目光也不由地看向自家大嫂 还来吗 再也不来了 因为萨姐准备把这里全部推倒 这时绿毛一把拉住燕文红 你跟她走什么 要回也是回我们家 妈妈重新给你选个好学校 燕文红抬眸看着她 不是你说的 燕家才是我的家吗 绿毛一噎 这孩子咋说话呢 就因为她给你出了头 你就要跟她走 难道你忘了 是妈妈冒着生命危险才生下的你 萨姐怒了 好一个道德绑架 当你选择给别人做妾的那一刻开始 这一切的苦就都是你应得的 绿毛猛的后退一步 你是燕太太 你有钱有事当然不会懂 萨姐头都没抬 我是燕朝明媚正娶的妻子 为什么要去了解一个妾的心情 绿毛瞬间委屈巴巴 红红 你难道就任由她欺负你的妈妈 燕文红看了眼自家大嫂 不想她在这里跟别人吵架掉身份 如是叫大嫂先到车上去等她 萨姐苗董 转身往车上走去 虽然道路已经给她指明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让小孩自己处理 而一旁的绿毛却满脸得意 立把握住燕文红的手 希望她跟自己回去 不料燕文红眼神瞬间冰冷 紧接着一把抽回手还擦了擦 是因为我十岁那年吞了大量的安眠药 吐得昏天暗地 你骂我懦弱 所以到现在你还以为我是懦弱的 燕文红勾唇 其实刚进去那会儿 他们确实把我按在了水池里 然后第二天 我就把她的脖子卡在铁门里 差点被夹断的那种呢 虽然这里很恶心 但我在这里并不痛苦 因为他们都很怕我 所以收起你假惺惺的可怜与愧疚 绿毛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可以想到顾雪怡 她就极度的快疯掉 你既然没受苦 又凭什么感激她 明明我才是你的妈妈 燕文红笑了 你怎么能和她比呢 绿毛不可置信 自己生的小孩 怎么能不听自己的话呢 她是校长都害怕的学生 可在大嫂面前 却乖得像个猫咪幼崽 只因大嫂为了她的教育 不仅将所有欺负过她的人 揍了个遍 还直接铲平了学校 更甚至是捐赠一千万 作为教育基金 治疗她受伤的心灵 这霸气又护短的大嫂 简直不要太爱 然而一旁的女人却怒了 我才是你的妈妈 你凭什么感激一个外人 燕文红笑了笑 你怎么能和她比呢 而且在我心里 你才是那个外人 女人急了 你怎么能不顾亲戚 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家人 燕文红歪了歪头 你是不是花着燕家的钱花傻了 不是你教我的吗 只有做一个冷血国情的人 才能跟大哥争 随后看了眼自家大嫂所在的方向 连空气的变得温柔 而且我现在 好像更有和她争的动力了 女人不可置信的正在原地 她的手胡乱捞了几下 却什么也没能抓住 而回到车里 燕文红秒变乖宝宝 萨姐看了眼小孩 虽然她装得很好 但还是察觉到 她身上没来得及隐藏的力气 男孩甜甜一笑 大嫂你饿不饿呀 我好久没有逛街了呢 我们两个人去外面吃吧 大嫂点头 燕文红笑得眉眼都亮了起来 今天好开心啊 我请大嫂吃饭吧 我有钱 有好多好多的钱 萨姐低头思考 可以 顺便见个熟人 很快来到餐厅 姜二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看到一旁玩手机的燕文红也是一愣 随后翘着二郎腿坐到萨姐旁边 说吧 这次找我又是帮什么忙 反正我们俩也不是第一次狼狈为奸了 萨姐抿了口茶 哪里是狼狈为奸 分明是光明正大的作善事 姜二嘴角忍不住上扬 而萨姐却瞬间严肃 怀宁中学那块地皮是你们的对吗 我要买下那个地方 请姜总受累 把那里给推平吧 姜二正主 虽然不明白她产学校干什么 但还是提醒 要动工必须有批文 简昌明那里有 姜月吸了口气 这都准备好了 也太雷厉风行了吧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而萨姐吃完饭后 就立马邀请了陈秘书 毕竟上次慈善晚宴 萨姐捐了一千万 这次便可以用这笔钱给孩子们做心理治疗 而陈秘书也查到 萧校长的依仗是宋家的私生子 萨姐有点惊讶 一个私生子也算依仗 原来宋家家主临死前承诺 私生子也有继承家业的权利 萨姐无语 那倒还不如像老燕总一样死了好 活着也是给后代添麻烦 这现代的大家族 怎么连妾生子越不过嫡子的道理都不懂 不过这件事情要尽快 向对付这种小人 就必须要趁她还没来得及反应直接解决 事后就算她再暴跳如雷 也没办法了 陈秘书赞赏顶头 阎王一朵小鬼难缠 这种小人最闹心 萨姐垂谋 突然想到一个人 很适合去对付宋家的小人呢 就在这时 燕文红乖巧出现 萨姐无奈 也不好在小孩面前问都不问一句她大哥 如是随口问了一下燕朝的情况 陈秘书一时间有点不太适应 别扭地一开视线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 萨姐见该问的也问完了便起身送客 燕文红定定地看着自家大嫂 一想到她在等大哥 小孩瞬间低落 而另一边 冰哥哥看到大嫂转过来的一千万慈善基金 顿时有被震惊 下一秒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大嫂太牛逼了 而一旁的女人愣了两秒半 原来燕朝她有妻子 还捐了一千万座慈善基金 她这么有钱的吗 而燕朝接过手机一阵傻笑 自家媳妇可真厉害 好想快点见到她